仿效他 这里 即是上的人取土块哄骗儿童又有何区别呢 只有那平缓的山岗小 坡 土山高地 营造修建 可以继日而成 然后在中间纵横交错安放山石 用短墙将它围绕 用茂密的竹子把它遮蔽 有人从墙外望就好像起风 巨重重叠叠的样子 这种石而成的甲山的脉络走向 呼伏呼起 又突 又翘 像狮子敦伏 像野兽扑石 张牙舞爪 奔横跳跃 穿越草丛间 直奔厅堂前柱 使人感到似乎深山路溪谷之间 而这几块山石乃是我个人 所有的 方形的池塘和石器的沟渠 改建位曲折迂回的沙岸 深邃的内 门河雕花的柱子 改造成黑漆的门河石灰 为我墙的屋子 选取凋谢的树 木 如松 山 柜 瓜枝 混杂种植成 在用荣得道的石头 如太 狐石 摇风石枝 按自己的意思加以布置 这样既有山水的美景 又无 登攀的苦 也是可以的吗 华亭的南京部尚书董齐昌 真君成绩 如都非常称赞张南原的构思 江南各山 土上有石 黄宫望 无证 经常道 这是深知慧化的构图和布局的 豪富观幻门书信相邀 上门 聘的 每都有几十家 有些张南原实在即应聘的人家 因此时分 遗憾 等一张南原道 惊喜欢笑就和当初一样 张南原生的黑而白胖 性格机 喜欢拿街头像尾荒唐金的传作 未谈笑的姿 有时因为文成就 反而受到别人调笑耍 也挂在心 他和别人交往 喜欢讲别人的好处 管别人地位的高低 能够雨 痛爱好的人相处 因此在江南各府县往活动五十多 除华亭 秀州 不闻选郎如昌石 他的气势 而下人工的痕迹 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 但是他的书 从各个角看 也都是非常巧妙的 甲山上位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 房屋还没有造好 又撕其中的 布置 窗家具 都加以雕鑿装饰 十分自然 主人通达式的张南 原可以受催促勉强 逐一建造 遇到要凭自己意图建造的主人 得意 而委屈顺从 后过人道 就会叹息 这一定是张南原的构思 张南原从事这记忆的时间一长 土石草树的性质特征都能掌握 美 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 石成堆 有的平放 有的斜歌 张南原徘徊 前 四下观察 山石的政策横数 行文 都默默的记在心中 借注重 人的修筑成功 他经常高坐在一间屋子 一边与客人笑笑 一边乌幻工匠 某一棵树下的某块石头 可以放在某某地方 眼睛 往那儿看 手也向那儿指 好像属于 只在内眼 就必再借注于府 遭垂疾 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 用玄缀检验 也一寸都差 观 看的人因此十分佩服他的技能 有学他技艺的人 认为他平身所掌权在于 建造的曲折变化 所以就尽心尽的加以模仿 初看还有点相似 细看久 觉得像 而张南远独自规划总体布局 使人们在开始建造的几天之内 方圆几丈之间 很难解他的设计建造意图 等到造好以后 就向天生地 初 妙和自然 使人觉得从未过 他曾在朋友的书房前 模仿金号 关童 得山水画笔 依照假山 山对质 左躯右平 向上指以过四正 左 一点曲折 忽然在他的顶端 将几块山时相互交错 造成气势 则整座假山 具有动之感 一片轻与众同 所谓别人建造的没有能及得上他的 原因就在于此 张南远有四个儿子 能够继承父亲的记忆 他晚谢绝桌向国奉全 的聘请 派他第二个儿子前往 自己在渊湖边造三幢小屋 以退养 我去访问他 他对我 自从我用建造园的记忆往于江南 几时看到 四道 明园别墅变幻主人的事到处都有 在战火中荡瓶毁坏 因梅荒废在今珍从 终其花时被别人载去走 但我仍然再次为他们迎见的缘也已多 四道 我担心山之时能使我的名字传 所以想得到您的文章 传我的名字 我 宗原作 子仁传 从其中可以得到治国 加和人民的大义 现在观察张南援军的记忆 虽然袍丁解牛 班制作物 却也能超过他 他的记忆是符合原建造规的 呵 君子作无意的 是 花石柱台 是 春秋 劝戒的 但是那些王宫显贵 歌舞游 耻声 放纵 耗费钱财 只有原作为耳目的观赏 稍微符合清静之道 而且张 君因地制于的挖石山 依照自然 爱惜人 这是学于公移山而改变 以下方式可以为他写撰文 于是就写张南援传 陈驾河 九牛霸观止戏迹 亲朋视望 树所复悠悠之极于 九牛霸毛斋之下 物武润月除日 有谓角止之戏 者 种门告曰 其亦有语于公 首孝儿汉之 因设场于西树之下 密 云未雨 丰目凌然 因而造 于是临幼生 周氏之族之兵之有七 山者物 瞧 根者离独 丹登者 水伏集者 贤庭氏而聚观烟 初则重案 一副仰卧其上 树双足成八岁儿 四副卧起 祸骨合 掌败贵 幼祸兼皆足 而知足亦养树 伸缩自如 兼幼一足成儿 尔全 驱如出水 驱如出水 其下则二男子一副一同 与一副鸣骨 离鸽砸佛区 何知 久乃下 又一副登场 如前卧 竖成一岸 旋转周四角 反侧 背面成之 而附岸上 拜起如前移 而下则又成一目垂 垂长尺有半 敬半之 足远转 或树抛之 而附成之 附记罢 一男子登烟 足人树 成一踢可骨极 而上至绝顶 附到树川极而下 耸敏其 暂行 隐之 九 其人以场他处 则草浅平坡地 去瓦石 乃街木未敲 距地八十许 一男子齐上 腹粉末 灰扇砸割笑 瓦布坦坦 石祸跳跃 后舞大刀 回祥终结 此戏无相继将 左石有之 有高杖余者 但不能舞 最后摄 软 高杖余 长辈之 铜烟 手持一竹肝 头载石如持痕 智 近处 折道部 或仰卧 或一足 或眼 或腹肝银丹 或食罪卦 腹月起 下谷歌河之 白具有名物 为食罪酒 可食许客 下 腹 怕蒙双目 为骨者 翻月儿灯 坐盲 东西探布 石跌坠 腹遥望四战 聚 久之乃亦 人食肝 石家重 盖其横也 方登场时 观者其险 贤味之谷 毛法树 木炫 坠坠为孔其 清罪 首饰场上人 皆辖者 从容而尽 八岁而易斋如先 被主尽 如入定 森 此皆成一之所至 而专用之于习 惨谈功苦 搓跌而迁 省其机 以应其事 以得其至之所在 其之又久 乃至精熟 施毫忙 乃时初 而是 举天下之至 贤祖者皆未典 夫取亦则亦有然者亦 以事之至巧 出于至柄 盖以致名其气 气动其天 非独莽灭之所能孝此 其应装生 知之 思其身已用于天下 以 情义之之 且习之 以人薄信 私富贵 以自贼其身以名 庄所称之丸 袍丁之解牛 宇楼之成条 继审子之 养鸡 推之伯昏 冒人千任之兮 族群群垂二分在外 上人出墨于玄 水三十刃 莫四十之间 何莫非是 其神权也 所幼以世观者 久亦 望其危险 无康庄大道中 与之巨化 圣语 习之门宜人也 其人为所言 祖自河南 传业者三世 屠百于人 佳有国田 破苦复义 携其父与父之地四 胸之子 提报之阴孩 无其口于四方 淫 则以公田父 所至将 这 月 颠 前 口外 绝角之地 皆不丹 戏聚 外带 安草木之信 聚职叙实 亦以补其儿 首是其人依毙避孕 飘薄金 穷 陶然有字之色 群居圣何事 难五岁及受寂 而修焉皆有 以自己 以道为家 以戏为田 传授为事业 其机体为寒属风与冰雪之 所丸 致意为跋涉坚远人情之所锦触魔力 南腹致皆丸顿 玄米基 劫于远劳 而其性旷然如迷 首因之众有改欲 先生之教 久以夫明作 其人田自处于幽孝乌习之间 位下众欲 之所生极 然意知天地之大 勿各岁其生成 拜道令时 无偏颇也 彼顾 自以为戏 所有几千万 高明聚之家 以戏三家一门之村是 亦无 以戏是之 首读以为有所用 生以 能是平僻矿 亦安所得以是其 守之药 脱空眼以记之 故灾 王界辅慰 姬明苟道之出其门 誓之 所以至 能至姬明苟道尔 慧清贝之禅漫 曾姬明苟道之 姬明苟道之出其门 亦族已足以至天下之其事 而孟常未足以知之 姓业 昭之之 所已收江 伯 徒者之用 千世死马之谷 而遂以报其愿 聪 亦有张缘 吴浩 虽寒 犯能用 以姿兮下 吴父已所谓 信严也 悲 夫 选自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彭公眼文超 树手怀着深重的忧伤居住在九牛霸的茅草屋 吴五润三月的嘴 后一天 有一个从事杂技表演的戏班子 上门请求 我能能为您提 公消遣 翁笑着脸头同意 于是在西边大树下开场子 密云四步 但没有下雨 风吹着树有寒意 天气阴凉而干燥 这时邻居姓周的有 深的全家 周家的客人 朱青好友 以及山上木牛砍桥的 地府黎千牛的 挑弹打散杆的 水上操奖舟的 都停住步 放下东西 为冷关 看演出 一开始叠起好几张桌子 一名父养落在上养 竖起双足拖着一个疤 碎的小孩 小孩或正卧或反卧或起 或单腿站 双手合掌败 或者 右向后屈身一致 肩与脚相接 小孩的脚也能养树而伸缩自如 富有 十佑用意足托住小孩 小孩的身体就会弯曲的像花出水一样 桌子下面 则是二个男子 一个父 一个孩和一个父 敲锅几鼓 用明歌 小调夹杂着佛教诵曲作为伴奏 表演很长时间才下 又有一名副灯 场 和前面一样养落 用双足把一只按桌竖着拖起 然后足灯按桌的四脚 使之旋转 接着让按桌反面朝上停住 让小孩再站在上廊 像前面一样拜 跪起 小孩下 则又换上一只大木锤 木锤长一尺半 圆尽有锤长的 一半 他脚停地旋转木锤 或者向上抛起再接住 副表演完一 名男子登场 还是足竖着拖住一架扶梯 约五级高 小孩向上爬到梯底 在人向下道爬足及而下 树手很哀他们的 叫他们暂时歇息 用 就招待他们 那火人又移到别处开场子 选择一块草浅拨平的地方 捡去瓦石 然后将长木结成高桥 地面约八尺高 一名男子踩在上廊 脸上敷着 粉末 摇着扇子又唱又笑 大步走显得非常自如 并且还时跳跃 接 这是挥舞大刀 回旋转身 都非常合乎节拍 这个节目 我们家乡及江南 一代时长可以到 甚至有高达一丈多的 但只能不而能跳舞 最后 他们架起转身 高一丈左右 长二丈多 一个小孩踩上去 手拿着衣 根竹竿 头摔着石块 就像圣杆一样保持平衡 走到神尽头 就到 回 时尔养过 时尔丹足尔 时尔养生尔 时尔扛着竹竿挑弹尔 时尔又坠与足卦神重新跃起 下面的人几鼓歌唱 而伴合着他 通过 白依依曝出表演的名物 这个节目演的时间最长 大约有十刻钟光景 海下 另一名妇要一块手帕蒙住双眼装成瞎子 翻身跳上身 假作探的模样 回摸着举步 时尔跌倒 像要掉下去 时尔左右摇 晃似乎非常害怕 演好久才结束 他也是手拿着竹竿 而且拴着的石 快中 为的是保持平衡 刚登场时 观众他们如此惊险 都为之下的腿发抖 头发直竖 木炫头 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 树手观察场上的演员 则都是从 荣破的保持着镇静 即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 是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 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 这都是心智专一以后才达到的 他们一心用于习敬意 苦思苦想的尽刻苦的训 一再失败 而改变目标 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 从而适应他的情势 终于找到用 的部位所在 又反省很久 直到非常纯属 绝无丝毫差错 才开始拿 初公开表演 这时就是拿天下男最高的动作 让他们做 也都会变的 极其简单 看哪怕是细小的技术 也自有他的道脑 由此可以知道 极 精巧的记忆源于极平凡的训 因为用意志凝聚他的精神 用这种精 神启动他的天赋 这是轻从事 很快招致失败的人 所能做得到这样的 这层意思 庄子 是知道的 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肯用于天下 张仪 苏秦也是知道的 却以欺别人的国家 作为演习 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 毁灭自己的身躯或名声 即得水冲出的泡沫 只达40以外 没有哪件事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 精神凝聚而分散了 束手又扫视周围的观众 这些人时间久也就忘了 既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 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魔 样 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 厉害哪 习惯真能改变人哪 那人对束手 祖先是从河南到的 记忆传下已有三代 徒弟达一百多人 家虽有几亩柏田 却胜负税役的负担 于是带着 他的妻子 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 哥哥的儿子 抱在怀中的幼孩 奔走寺 方外亦以求无口 藏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 所到的江苏 浙江 广西 于 南 贵州 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 都是挑担步 也向别人借用表演器 据 所以熟悉各的草木特性 有时取补充时的族 也用喂养 他们的幼儿 束手寻视那果人 他们穿着破旧的马衣 一副漂泊 陷于穷 困的样子 却面带喜色 自得其 在一起相处的 非常和谐融洽 无难 海海 五岁就开始教他们工 而在上场的 也都能靠积蓄为 持自己的生活 他们以大卫家 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 互相传授技一成 为本家庭的谋生手段 他们的机体被严含部署 风吹雨 冰雪交加段 得家健壮 亦至今受跋山涉水 艰难的屠成 事态人情的摩婴儿处 处小心 所以难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 他们伸手皎洁机敏 胜过猿猴 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的像你一样 恕首因而为之身有感慨 前代君王的教会 许久已宣良推 这些人畜生于幽灵与乌喜者的 而恬然自喜 这是为下众律所生痛绝的 但由此也明白天地之大 万物会各自顺应他们的归而生长发展 就像稻子和拜草同时开花结石一样 上天对他们是并偏心的 他们固然 自以为是在野戏所有经过的几千上万上 从高深的大户人家 以致人烟稀少的村庄 也无以气看待他们 而我翁独以为自有其 作用 作用 我已经能在做苗席年序的事 哪有上阵打仗以 是燕那手的药呢 只是假托几空话剂一点感想吧 的确是这样 那 那 王界俯曾 鸡鸣狗道之徒出自孟长君之门 所以是人由此而肯 去 能招致鸡鸣狗道之徒道也罢 只怕会亲知的献媚奉承何巧 言欺骗 甚至鸡鸣狗道之徒都如 躺鸡鸣狗道之徒出自其门下 指 会于招致天下的骑士 而孟长君未必真懂的这个道 信君 燕章 王知道这点 所以信君收卖将者 赌徒 屠夫 并加以重用 燕昭王 以前买下死马之骨 终于收纳贤士报其国的仇怨 宋朝也有张远 吴 好 即使韩琴 范仲淹这样善于法财士的人 都未能重用 反让他们为 西夏孝 但愿要再以罗翁的话位戏言 可悲那 邓长风 愿君 清皇宗兮 有生之初 人各自私也 人各自也 天下有功 天下有功 而莫获心之有功 害而莫获除之 有人者出以意己之位 而使天下受其以意 己之害 己之害 而使天下受其害 此其人之情 必千万余天下之人 己己所欲只欲 己所欲 己所欲 己全 で 好意亦由夫人之情也 厚之为人君者然 以为天下害之权皆出于我 我以天下之敬规 于己以天下之害敬规于人亦无可 使天下之人敢自私 敢自 以我之大思为天下之功 使而残焉 久而安焉 是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 知子孙 受享无穷 汉高帝所谓 某业所救 属于众多者 其竹之情 决意之于此以 此无他 古者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凡君之所必是而经营者 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 凡天下之仪的而得安者 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 荼毒天下之干脑 善天下之子 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惨然 曰 我故为子孙创业也 其记得之也 敲包天下之不遂 善天下之子 以奉我一人之仪 是为当然 曰 此我产业之花席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派者 君而以 相使无君 仁各得自私也 仁各得自 也 乌乌 射君之道 故如是乌 古者天下之人 爱戴其君 彼之如父 拟之如天 成为过也 今夜天 下之人 愿其君 视之如叩仇 明之为奴夫 故其所也 而笑如归归焉 以君臣之意 我所逃于天地之间 至杰咒之 由魏康武当诛之 而望传 柏仪 淑其无稽之事 乃赵人万幸 崩溃之血肉 曾夫服属 天地之 大 于赵人万幸之中 独思其依人 以信乎 世故武王圣人也 孟子之言 圣人之言也 后世之君 欲以如父如天之空明 尽人之窥似者 皆于 其言 智废孟子儿 非老远 于小如乌 虽然 使后之为君者 我能保持产业 传之无穷 亦无怪乎其思之也 既以产业施之 人之欲的产业 谁如我 射奸藤 顾兄欲 义人之志 能胜天下欲得知者之重 愿者是 敬者即生 其血肉之崩溃 再其子 孙欲 习人愿世世 无身亦王家 而亦宗之与公主 亦曰 何谓生我家 痛哉思言 回思创业时 其欲得天下之心 有废然摧举者乌 世故名呼 为君之之分 则堂余之事 人人能让 许由 物光非绝尘也 名呼为 君之之分 则是井之间 人人可遇 许由 物光所以况后世而闻也 然 君之之分难民 以而请营 无穷之悲 虽语者亦明之语 选字 似不被要 本 名宜呆保 人社会开始之后 人都是自私的 也是自的 社会上对公众有的事 却无人心犯他 对公众有害的事 也无人去除掉他 有这样一个人出 他以自己义人的义作为义 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义 以自己义 人的祸患作为祸患 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 那个人的勤苦心 必定 是天下人的千万倍 拿出千万倍的勤苦心 而自己却又享受义 这 必然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 所以古时的君主 考虑后而愿就位的 是许游 悟光等人 就位而又位的 是遥 顺等人 其先愿就位而醉 中却未能为的是大雨 难道古代人有磨痛吗 喜好安逸 变 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啦 后代做人君的却是这样 他们认为天下的害大权都出于自己 我将天下的义都归于自己 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 也没有磨可 义的 让天下的人敢自私 敢自 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功 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 时间久也就心安的 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 产业把它传给子孙 享受无穷 正如汉高祖所的 我的产业所达到的 成就与二哥相比 究竟谁多呢 他的追逐意的心情 知觉里 于言辞 这没有其他原因 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 将君主看作是客 凡是君主 仪式所经营的 都是为天下人 现在将君主看作主 将天下看作是客 凡是天下没有医的 能够得到安的 正是在于为君主呢 因而当他为得到 天下时 使天下的人民干脑徒弟 使天下的子散 以增多自己一个人 的产业 对此并感到悲惨 还 我本就是为子孙创业呀 当他 已得到天下后 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 散天下人的子 以供奉字 几亿人的光影响 把这事做所当然 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习 呀 既然这样 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 只是君主而已 当初假使没有君 主 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 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义 爱 难道舍 君主的道本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 把他比做父亲 你做青天 实在 是算过分 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 将他看成仇敌一样 称他 为 独夫 本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 但小狐死守旧意 认为君臣间 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 难以逃脱 甚至向下劫 因咒那样残 尽海 商汤 周五王印他们 而编造传国仪 书其的无从查考之事 把迁 千万万百姓的死 看成羽数的死没有模样 难道天地这样大 却 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 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 所以周五王是圣人 那 孟子的话 是圣人的言啊 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 像天一般的空明 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 都感到孟子的话 对自己 直到废除孟子配四孔子的地位 这难道是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 如果后代做君主的 果真能保住这产业 把他永远传下去 也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 既然将他看作产业 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头 有谁像自己呢 于是用神捆紧 用所加固 但一个人的智慧和病 能战胜天下要得到他的众多的人 远的过几代 静的就在自身 他们 血肉的崩溃 就印在子孙的身上 过去南朝宋顺帝院以后世世代代都 要投身到帝王家中 而灵异宗对公主所讲的话 也 你为魔要生在 我家 这话真可痛惜啊 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 志在占据天下的胸 心哪有垂头沮丧的呢 因此明白做君主的职责 那么唐谣 余顺的时 再 人人都能推让君位 许由 物光也并非超成绝俗的人 明做君的 职责 那么旧市井之间 人人都想得到君位 许由 物光因而绝积于后 视而听道 虽然君主的职份难以明了 但用片刻的荒影响 值得 幻取无穷的悲哀 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的 邓乔冰 此 亲故言武 五代史 冯道传 曰 义此 国之四维 四维章 国乃灭亡 善乌 管身之门延也 义至人之大法 此 人之大劫 盖则 摩索取 此则摩索位 人而如此 则获拜王 亦摩索智 旷位 大臣而摩索取 摩索位 则天下其有 国家其有 王者乌 然而 四者之中 始由未要 故夫子之事 曰 己有事 孟子曰 人 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 无耻亦 又曰 始之于人大于 未激便之巧 者 摩索用此焉 所以然者 人之 而至于被犯亦 其原皆生于 无耻也 故事代辅之无耻 事未果实 无官三代以下 事衰到为 弃亦 捐耻 非亦朝一夕之故 然而 松波后雕如碎寒 机名已于风雨 彼婚之日 故未常无独醒之人也 请 言是佳续 有余 其朝一世 夫常未无约 我有一儿 以时期 破孝叔叔 教其先非语 吉旦琵琶 稍欲通简 以此服侍公亲 无宠爱 无始辅而达 灾 此人之教子也 由此业自制倾向 亦怨辱曹未 知 皆乎 知推得以而是于事 由未此言 尚有 小婉 诗人之意 彼焉然昧于事者 能无愧哉 众诉曰 教化者 朝廷之先物 此者世人之美洁 风俗者 天下之大 是 朝廷有教化 则世人有始 世人有始 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至君之道 未有本于持者 无子曰 凡至国至君 彼 教之以 知以义 始有始也 夫人有始 在大族以战 在小族以首义 为了子 言 国必有此孝史之俗 则可以死生 而太公对五王 将有三圣 一约将 二约将 三约止玉将 故者 所以班朝至君 而兔居之五夫 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 有因除饵 却牛马 而为五百 信者三 后汉书 张焕卫安定 蜀国都为 将豪帅敢 焕恩德 上马 二十匹 先求掌幼于群八眉 焕定寿之 而赵主顾于诸枪前 以九类 得约 使马如羊 以入旧 使如素 以入怀 惜以马孩之 羌信贪而贵清 前有八都为好财获 为所患苦 即患正生 解极 规划 大 无乎 自古以 编世之败 有始于贪求者哉 无于东之事 又改 肚子美诗 安德 妥将 三军同燕眠 一本作 始将 诗人之意 未必及此 然如关 唐书 言皇必为五劫始 先世 土翻玉成乌 乔 较 铁鱼 侈 博如和 轮仙 驻才入 皆未节帅 浅仁 浅 仁仁 浅 班 人之必贪而无谋 先后移之 然后另一成桥 人注月成守之 自事说方欲 寇侠至今为患 由必知读或也 故贪夫未帅而编成婉胎 得此意者 饮书宴或可以至国乌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引印本 日之即是 五代史 逢道传 道 义使 国之四维 四维章 国乃灭 王 妙王 管子的善于 义士至人民的大法 使 视为人 生的大劫 大凡魔都可以拿 使 魔都可以做 人到这种 地步 那灾祸 失败 逆 死亡 也就都随之而 何况升为大臣 而魔都拿 魔都做 纳末天下哪有 国家哪有 王的呢 然而在 这四者之间 是尤其重要 因此孔子及怎么才可以称为是 道 个 人处事必须有事 孔子 人可以没有持 对可持的 是感到羞耻 是无耻 又 此对于人关系大吉 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 人 是根本谈上持的 其所以如此 因为一个人的结 乃至于为 犯益 推究其原因 都产生在无耻上 因此 国家秀人物 是戴府的无耻 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 社会和道的日益衰微 亦被抛弃 使被冠在 一边 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是 烈的东盘中有雕的松波 风雨如晦 中有警示的机灵 那些昏暗的日子中 实在未尝没有独具拙的清醒这样 最近到演示家序 上有一段话 奇潮一个是戴府曾对我 我 有一个儿子 已十七岁 颇能写点文件书读魔的 教他讲仙卑话 也 学但琵琶 使之稍微通小一点 用这些技能事后攻亲大人 到处受到宠爱 我当时滴手答 怪哉 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躺通过这些本能 使自己做到清香的地位 我也愿你们这样干 唉 言之推的引而出 事于是 尚且能这样的话 还有 小碗 诗人的精神 那些悲得现 魅于世俗的人 能感到惭愧魔 重塑 教化是朝廷极要的工作 此事是世人优的节操 风俗事 天下的大事 朝廷有教化 世人有始 世人有始 天下才有丰美 俗 古人治君的原则 没有以尺为本的 无子 凡是统治国 家和管军队 必须交军民之道手 免他们手艺 这是为始之有始 当人有始 从大处讲就能战功 从小处讲就能退守 魏苗子 一个国家必须有词孝耻的习上 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患得生存 而态 公望对打五王则 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 一是知的将士 二是有勇的将士 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 因为有 所以朝治君者何出也的 五夫 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室 难道还有欺凌平民 抢劫牛马 而 对百姓食残手段的魔 后汉书 上记载 张焕任安定属国都位 羌族的手感激他的恩德 送上马二十匹 仙族的酋长又赠送他还 八眉 张焕一起收下 随即召唤属下的主部在羌族众人的面前 已久 累帝毛 即使送我的马多的像羊群那样 我也让他们进马就 即使送 我的子多得如苏米 我也放进我的口袋 把河马全部退还 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青的官 以前的八个都位 大都攀财爱或不会 羌人所怨恨 直到张焕正直节 威望教化才得到发扬 爱 自古已 边疆局势的败坏 有从贪求财获开始的魔 我对东德事件能 无感 肚子美诗道 安德 火江 三军同燕眠 有一种课本作 诗 江 诗人本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 但我 唐书 讲道王必作物 解释时 以前土藩人想造屋桥 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 都 被解释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 投入河 桥始终没有造成 土藩人了解 道王必贪而无谋 先重重的会他 然后加紧赶工造成桥 并且驻 小城防守 从此以后朔方防御清的战事就没完美 至今还成为变幻 都是由于王必的贪财引起的 所以贪财的人做将帅边关到夜间也开着 无人防守 懂得这个道即使是隐书厌世的穿凿附会 或许也可以治 锅法 和满子 与有人门人书 轻故言武 扶尘教 勤勤恳恳 免其之衰入 而到其学之无传 其为义甚甚 然御史之孝恼者二三先生 招门徒 名御 以光显于世 则思心有所 愿也 乃兮汉之传经 弟子长迁于人 而为父者至公亲 下者亦为博士 以明其学 可谓融于 而班时乃断之曰 盖之然也 故义夫 子之门人 且学盖 子曰 三学 至于谷 得也 而旷于 今日乎 今之为者 其无疾于 金树也 甚意 穷所习过 应世之文 而问 以本经 由茫然之为何语 盖取堂以铁阔之浅 而又废之 其无益于学 也 传之非于是 以 神纳资之 而勿自者 可谓 俊亦博士 为贫儿 能喜业者 百人之中 尚有一二 疏而又皆造 敬之徒 欲塑成以名于是 语之以武经 则怨学 语之以白沙 阳明之语 则欣然以 以其席而取 之也 其中小有才华者 颇好未诗 而今日之诗 亦可以学而作 五 天下诗与语之客 堆积基岸 代如瓦府名 而寇之以二男 亚颂 知义 能也 于此时而将无知道 其谁从之 大将为捉公改辈 神末 亦为捉舍遍其构 续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 以天下之人 而广其名欲 则是网道以从人 而我亦将有所辖 为是私道之在天下 必有时而心 而君子之教人 有私疏爱者 虽去之百事而 由同堂也 所者 日之 三十余卷 平生之志与夜 皆在其中 为多写本以夷之同好 数为其害己者之所去 而有亡者请 得以酌取焉 其亦可以必屈屈之 愿意 夫道之乌 各以其实 为谨而求您 则无可以自免 必在坑 坑所以于经之先生者如此 高明何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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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名声 险要于人士 则比义士愿这样干的 比如西汉时代 经师的传授经书 学生常常多至千余人 其中地位高的做到三公九卿 烧 赐的也可以做博士 使所受的学生扬名于士 能称为光荣魔 但是翻顾 却凭之约 这实在是人们走做官谋的 道造成的结果 所以即时空 子的弟子尚且要学求得做官之道 孔子道求学三去求官做的 人是荣道的 而况今日之事呢 当今世上追求富贵的人 其无需依靠金术是很明白的 一道头所学 得过是应考的诗文 倘论他金书本文 还茫茫然知道是出于哪的 化 实在是唐朝铁破之学的 这点浅薄的寄送都丢掉 这种根本存清 智学的风气 相免指一代 何况那才捐官的智通 那些木丁 的人也可以当上浮现的教官 只有贫穷而能改业的世子 一百人中还有 一个 但又都是疏尔及于求是功的一些人 希望肃成而得名于世 教 他学五经可愿学 叫他成白沙 王阳明的语 却很高兴 因为洗取 这些东西是很荣的 其中有些小有才华的人 颇喜欢作诗 而现在的那些诗用学也可以做得出 我跑遍天下所到的诗集和语的课本 堆积基岸的到处揭示 简直是一片震耳的噪音 而问他们周南照 南亚宋的经义却是出的 在这样的时代而想贯彻 我的主张有谁肯听从呢 高明的木匠肯为捉的木工改变或放弃规 举后翼肯为别角的射手改变其功的标准 躺驱从是人的喜欢而 自己贬低其所学 以求招满天下的人 张扬自己的名声 那是歪曲真 追随别人 那我也没有心情花这么多的贤功夫 过学树枝在天下 一定会有机会发扬 而古代君子教会人要学习私心所仰慕的贤者 哪怕比此相聚与有百事之久也好像是同在于世世的 我所这的日之三十多卷生平的思想和学业都在这书 只有多抄写几本 用以分赠同志也许可已被害怕这书会妨碍他们的那些人所销毁 而一旦有正做世道的人 误出现得以从我的书则取一点东西 这也就可以我一点微小的心愿 学术的衰败和昌盛各有其时代的必然 倘为自己的追求而求 虚明那就没有可以自我训练的 比如我不值得持以同于当今的先 深门的就是上述的原因 高明的您有魔教呢? 何满子? 鬼未去日与光书 亲侯方律 仆妾闻君子处己 欲自数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 今执事之于仆乃 有然者愿为执事成之 执事仆之父也 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盛欢 其后乃有欲 忠是执事而能者 执事当自追忆其故 必仆言之也 大人消官归仆 十方少美是 未尝执事之才而皆喜者一日 集图稍长知书求 有将戒图而大人颂之曰 有欲使成功勇者 虽与我未厚敬 我常心众之 辱志当以为师 又有有方公孔照 辱当失败于床下 欲集之事 集之则成功以得罪去 仅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仆 知宿交也 以此尘系过从 执事与方公 同位父 当业然而赶者 执事当自追忆其故 必仆言之也 是 经执事乃则浮于方公厚 而与执事宝 一 亦过影 呼一日 有王将军过执圣公 每一智 必妖不畏诗歌 既得之 必喜 而畏执事久奏祭 招有访 邪山姬 因应姬寻卷 谱出简,继而已矣 问将军 将军乃平人已告谱曰 是皆光所愿纳交吾君者也 光芳 为诸君所够 愿以道之君之有成君定身 吾君自为 树梢兼乌 谱 荣谢之曰 光生为贵卿 又少嘉宾客足自于安 用此二三殊生未哉 葡道之君 必众为君所觉 葡独思从光游 又窃恐无异光 汝香缓发日 亦后然的绝里 凡此皆仆平心 称自以为为圣派过 而直视故寒义 蒲成我所陶醉 昨夜方请 而阳君吻聪寇门过蒲曰 左将军兵且都人凶凶 光阳眼于清一堂 云子于有救 且孕之于内 子何乎 谱乃之之之 仕独而且恨之 欲智之足灭而后快也 谱与左臣有救 亦以奉雄 上书之教 十书指之 其心事尚可知 其半顺 则贼也 谱成应之于 内亦贼也 是君子烧之意 何至甘心作贼 万一有焉 此必日目图穷 道而逆施 其日干而逆孙之徒 既无腹之 荣出于此 而谱其人也 何直视闻之之身也 窃怪之事 常愿下交天下事 而辗转蹉跎 乃至嫁祸 而灭人之足 益胜 为其本 躺一旦追忆天下事 所以相远之故 未必毁 毁未必改 果 会窃盖 尽待之 心事未必白 心事果白 天下事未必接种 而至直视之门 若果天下事接种 而至直视之门 亦必且随属其后 常依 谢过 未晚辜 而何因独左 既一致于此 普经已遭无家 贬州短照 措辞深圣 独悉直视 至机移动 常福 草莽则已 万一负得志 必至尽天下事 以愁其诉所快 则是使天下事 中至直视之门 而后世操减书 以义直视者 能如仆之词 为而一晚言 仆且去 可已言 然恐直视察 中卫福于长者傲 不敢恕其屈屈 宣 选字 四部被要 本 撞悔堂文集 我私下听 有德的人 处世身 因自我宽容 而对别人 却苛求责 被 从而反对 别人的政治主张 如今 阁下对于我 可是这样 愿为阁下 陈述之 阁下是我的父辈 神宗末 跟家父一起 在朝廷任职 享触的我为荣 恰 而后虽然始终 想为阁下 孝儿能 阁下自己 应当追忆 其中的原位 必我再赘述 家父被削直归时 我还少 每次侍奉左右 家父没有 一阁下的才华 而整日皆探晚起 到我既稍大一些 开始懂得 书上进 前往徐鹏房有 上时 家父为我送病定主 有位御史名叫陈勇 虽然对我是后辈 但我内心却很弃重他 你道 后应当以他为师 还有一位朋友方孔照 你应当带上名片去拜访 他于床前 谈话中会提及阁下 待我到 陈勇公已因得罪 朝廷儿 开 紧到方公 而他的儿子方已至 是我的故郊 因此朝夕相处 过往密 阁下和方公都是我的父辈 应前往拜业 然而我却敢 阁下应当自己追忆其中的原因 必我多言 如今阁下却责备我与方公情深 亦后而对阁下疏远 一 也太过分 有一天 忽然有位王将军拜访 太十分谦功 以后每次到 总 要邀我写诗 得到之后 总显得那样高兴 然后为我买酒和邀请歌迹演奏 并呼游船 戴上登山的鞋 一起游山玩水 太极其肯 许多天而 无眷色 起初我了解他的目的 后应深移而追问王将军 于是 王将军并退左右告诉我 这都是因为大臣希望与你结交的缘故 大臣 竟正受到诸位的辱骂 希望你在和好友成定身居 无次伪军情 性能 加喜双 我严肃的辞谢他 大臣身居高位 又缺少贵兵加客 足以供自己玩 哪需要用上这二三位书生呢 如果我把你们的要求 给成定身 无次伪听 一定会再次被他们为所拒绝 假我私下独自 和大臣交流 只怕对大臣又毫无益处 八天成蒙尽心款待 可谓情 生意后 然而却的一刀断 这依我平心思 自以为并无过分 知处 而阁下却一直感到愿意 那我的确无法逃避其罪责 昨天夜刚刚睡下 阳魂冲线敲门敬对我 左域的部队将 要到都城人们 皇皇安 大臣在亲一旁扬言 你跟他是交情 而且和他内外相接引 你为何赶快开 我才晓得阁下丹怨儿 你而且怀恨在心 欲使我灭族而后坏 我和左域固然是相 但你 遵照雄尚书的教会 写信制止他东下 可他的心事上得而知 唐使他冒 犯朝廷那就是贼 如果我的确在内接应 也同样是贼 有智杰操守的人 都知意何至于心甘情愿做贼 万一有这样的人 必定是那些日暮徒 穷到逆施 犹如往其为忠贤的干儿一孙之 无计可施 或许出此下 测 而我是这种人 为何阁下给我知如此深重的罪名 我私下感到奇怪的是 阁下常常表示希望结交天下明示 却反无常 做失机会 以至于嫁祸于人使之列族 这是很违背初衷的 唐使一旦回应 天下明示之所以远 阁下的缘故 未必感到后悔 感到后悔则未必感 果真感到后悔而加以改正 只要静待 阁下的心事未必会显出 心事果真显之后 天下明示未必会接种儿 我果真到天下明示接 肿头靠到阁下的门下 也一定尾随在后 陪谢罪恐怕还未晚 阁下何至于愁化出如此阴险毒辣的下策 由于遭受战 我如今已无家可归 如城上小舟机江湖 安置意己 知生病难 只痛惜阁下以蒙生记恨之心 要是长久隐居民间则已 万亿 又得至上台 必将进天下之明示 报你以往的机怨 纳末这旧时天 下明示终于在投奔阁下之门 而后代操理著书以平阁下的人 也可 能像我这样写的文词千功而一丝为婉 我暂且开着可以摩也 然而指控阁下能明察原委 以为我对长者太傲慢 所以才敢愚向 阁下谈自己的很知情 与言敬意 高张彩 高张彩 鸡船 亲喉方律 鸡者名香 武约真 真有侠气 长一夜薄 书千敬 所教 皆皆当事豪杰 有与阳县成真会善也 积为其养 亦霞而会 知书 能辨别是代苦贤否 章学士谱 下谷云一级称之 少风吊脚爽群 十 三岁 从无人周如松寿歌玉名堂四传奇 皆能尽其音节 刘功琵琶琶琶琶琶琶琶サ ibi 清乏夜 血愿侯胜 吉氓 于香 鸡肠腰侯胜 为之 而自个已长之 初 宛人大乘者 以阿妇为忠贤成诞 平居为清义所施 阳县 陳真慧 毅指无应激 即使守其事 持之 大臣的义 御侯申未解之 乃 甲所善王将军 日载九十与侯申由 姬曰 王将军平 非杰克者 公子 何寇之 侯申三问 将军乃平人数大乘义 即使与侯申曰 妾少从甲 母阳县君 其人有高义 文无君由真真 今皆与公子善 何以功赴 至交乎 且以公子之事旺 安事公 公子万眷书 所厚于见妾 也 侯申大呼称善 醉而我 王将军 者书样样 因此去 通 未尽 侯申下地 姬至九桃度 戈琵琶 此以颂之 曰 公子才名 闻早 雅简中郎 中郎学补 今琵琶所传词故旺 然常义懂拙 可言也 公子豪迈今 又诗意 此去香味可其 愿 愿终自爱 无妄切所 戈琵琶此也 妾意歌矣 侯申去后 而勿开府田两者 以三百环 妖姬怡 姬故却知 开 府参且且有义重商机 姬探曰 田宫于公乎 无相之所赞于 侯公子则为何 今乃其而复之 事切麦公子已 促往 选字 四部备要 本 撞回唐文集 明记姓明香 她的母亲叫真 真婆有任侠的风 曾经与她人 赌博 一夜之间书敬迁 她所结交的都是一些才华出众的人物 跟疑心 人成真会特别要好 相是真的呀 性格也很好爽 而且聪明伶俐 脸书 能辨别那些当官的是否正直贤迷 张虎 夏宇都非常称赞她 香少时风爽美好 郁智超群 十三岁那 跟苏州艺人周如松学 唱汤险祖 紫差记 还魂记 南科记 邯郸记 四大传奇 而且能将曲调音节的细为变化尽情地表达出 她特别擅长琵琶记 然而清唱给别人听 商丘侯申于崇祯十二道 任香 她曾邀请侯申提施 然后自己唱曲给她听作为酬谢 当初安徽人大臣因奉承依附燕党卫中贤 而被判罪 缺职后退居 遭到正直言的抨击 实际上首先发难的是 宜兴臣真贵 贵持无应激 他们坚持的很有 大臣的影 想让侯申 从中末旋 于是甲首干好友王将军 每日送美酒佳肴 陪同侯申一道游 晚 乡申一道 王将军家境清贫 是广交朋友的人 你贺问一问 他呢 经侯申再三节问 王将军于是并退左右 转述大臣的用意 相思下告诉侯申 我从小跟随杨骨与宜兴臣真贵军乡 他品德高 上 还听无应激军是铁骨真真 而今他们跟你都十分友好 你怎能为 大臣儿废弃这些亲朋密友呢 旷且公子你出生于世家 婆父名望 怎能去结交大臣呢 公子便万卷师叔 你的难道会与上我这样的 父到人家吗 侯公子听后大声叫好 从此故意借罪酒而卧床 王 将军亲婆高兴 只得辞别而去 再同侯公子王 过久侯申不考名孙山 相在陶渡设宴 还特地唱 异曲《琵琶记》《送他上公子的才华》 名声与文章词彩都很美好 和蔡雍中郎相上下 蔡雍学问虽然差 但难以弥补他品上的缺陷 如今《琵琶记》所描写的故事固然虚妄 但蔡雍曾经亲父董卓 却是可抹掉的 公子秉信豪爽受约束 再加上喝场诗意 从此一别相会 知其时难遇 但愿你能始终自爱 别忘我为你唱的《琵琶记》 从今 以后我也再唱她 哄生开之後 冤怀扬徐菩father 铁雍以三百环环未聘 要相勉 相断然与已拒绝 添两老修成 故意制造严对相宜重伤 江 感叹的 田养难道与大臣有魔痛吗 我以往所赞赏侯公子的事 魔 而今如果为贪图钱财而赴约 那是我背叛侯公子 他终于肯 与田养乡 高章彩 无忌 清卫喜 祭子祭卷于游南极琼海 李燕于是坐屋于扫廷之左肩 曰 此真无疑 明曰无 于翠为止最高 群山公之 平愁重田 错其下 目之所周 大曰 时 故事扫廷未圣焰 于是高下其境 折而三之 松明于乌上 桃梅 梅 梧桐 贵 心仪之华 阴于静下 驾须直之木 未见 恶以盛归 光耀木 刻曰 斗绝之山 取避风雨足以 祭子 祭子举债而适之 非也 或曰 其少衰夫 其将怀安也 方济举之男友也 屈障之乡 导策之波 去朋友 独生我所适 适而之穷海 至则 巨峰叶法乌 卧心之下 兵变者在 人而之 铁铭于堂户 诗交于渠 且勾读 刻获以文诸家 家人忧孔弃下 于 谈笑五十字眼 及其游山东 方大鸡 鸡鸣十百位去 主人肉而食 千之地 草绝根 树无青皮 家人闻之 亦幽孔 而祭子敬至宴 刻有让余者曰 子之兄弟一生已 又为子言之从 经济子好举债由 往往无故冲为难 冒险阻 而子敬 何也 余孝约 无故知 济子之 无死也 无知 是济子之 举债冒险为而游 与举债而是其 亦也 且封人 各异的旗帜 各异的旗帜 卫世 终身守闺门之内 选软之窃 盖井而观 标周而渡 欲三尺之钩 则色便改跳跃 适者 无强之事 江湖 好吉 山川之旗 求朋友 懒风土之便 适客死如家 死如死病 江湖之死如任行 是 这 无强使守其家 孔子曰 智世望在沟壳 夫世者 无所 能儿子弟能知 其智且未知 而无贺辖境 继子未于言 渡海时 周中人 眩不敢起 读其是 海中月 坐 陈月度 海歌 一首 兵便 何而坐 坐 海南道 忠诗 三十首 于乃孝无信忧 孔气下也 继承 唐诸子 自伯兄 而下皆有诗 四方之事 闻者 显以诗会 而余味之计 选字 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魏书子文超 既子魏 已经对四方飘游的生活感到厌倦 他曾经南面直到海南 道 面到河一带 于是住屋于韶亭的左脚 这才真是我安生的 地方 名为 吴 吴 吴在翠维 风尚位置最高 群山围绕着他 高高低低的田地 交错旗 下 吉木四望 大约有几时 所以要比 稍平优美 他又顺应地势 将小径 折成三段 松身迎风铭于屋上 桃 梅 梧桐 柜 心仪这些花 眼映于静下 用须直一的木条做成干 图上放核灰 他的光泽闪烁在木之间 有人 住屋于陡峭的山上 只要能遮蔽风雨就够 继子却借债 布置 实在值得 也有人 大概继子的意志 有些摔腿吧 一 而想过过安逸的生活 当祭子难游的时候 子冰是在 胀气郁节的乡 深耗测的风险 愿朋友 独个耳魔所作为 就此前往海南岛 到那 一夜之间大海 风将房屋摧毁 只得躺在天之下 又碰到赐兵变 百姓被冰搜 徐道就遭害 刀剑之声响彻门停 尸体堆积在大街上 先写住于沟道 有的人把消息告诉家 家人吓得哭 我却像平日一样谈笑吃喝 后 他又由山东 恰巧逢到大方 灾与成群结队 主人肉冲击 千知 内草根树皮都拾尽 家人听到后 家害怕 可是祭子竟然还能 到达沟 有人责备我 您和祭子是同胞兄弟 他又世事都听您的话 现在 祭子喜欢借债远游 常常受到意外的灾难 您为摩家阻止 我笑着 我愿知祭子是贵死的呀 我看祭子的借债冒险而远流 和他的借 债布置屋子是一样道 而且人都已能实现自己志愿为舒畅 如果他只想 毕生忠于内世之中 走一步也沾前步后 似镜非镜 盖上井盖才盖 看井 记着腰中才肯渡水 以三尺宽的钩 及大惊失色感跳跃 像 这样的人 我绝会强使他到江湖之上 反之 如果幸喜纵情于其山水 去放横好友 吸取各地同的丰土人情 把死在外地看作死在家 死 在殿中看作死于疾病 死在江湖间看作死在床席上一样 像这样的人 我绝会强使他坐在家 孔子 有志气的人是死在山沟也好 顾虑的 像这样的动 我自己虽然做到 而子弟们却能做到 并且 正是出于他们的志趣于做去 我赞成兜吉怎么还能阻止呢 季子还对我过渡海时同船的人都被 蒙颠簸的头心经赶起 床 唯有他请而上蓝海上月色 还做一首 沉月渡海歌 兵变时 他 也镇定的闭门而坐 坐三十首 海南道中诗 我听 暗笑自己性 亏没有像家人那样下的哭泣 无助成后 堂的各位人士 从我大哥以下都写诗迹 各地文士 得之后 也都以诗篇聚会 我就写这篇 无记 姓瑶 大铁锥传 清卫喜 更须十一月 宇自广归 宇臣子灿同舟 子灿二十八 好无事 宇寿宇左士兵谋兵法 英问 刘南 逢人乎 子灿未顺大铁锥 坐大铁锥转 大铁锥 之何许人 平臣子灿凶河南 与御宋将军家 宋 怀 庆清华正人 公祭基 七好事者皆学 仍以其雄剑 呼宋将军与 宋 弟子高兴之 亦怀庆人 多善舍 长子灿七岁 少同学 故常与过宋将 三 居 十座上有剑 旦客 冒盛请 又携加大铁锥 重四五十斤 饮食共衣 暂趣 并铁折叠环腹 如所上 饮之长障许 与人海言语 语出身 寇其相及信字 接答 祭统请 夜半 课曰 无趣 言弃 紫灿窗户 兼壁 经 问信之 信之曰 课出至 官袜 以手紧果头 足缠白布 大铁 锥外 一物魔所持 而妖多白 无与将军 聚感问也 子灿沸而行 客则酣睡 抗上 一日 辞诵将军曰 无始闻辅明 以为豪 然皆足佑 无去语 将军强知 乃曰 无极向马贼 夺其物 故愁我 酒居获且吉 辱 今夜半 包其我决斗某所 宋将军 欣然曰 无其马鞋使 以助战 客曰 指 贼能且重 无欲忽辱 则快无矣 宋将军 勿自负 且欲 官客所为 请客 客的乙 与邪 将至斗处 宋将军灯空宝上 曰 但官知 圣福生 贼知也 时机明月 星光照旷眼 百步人 客池下 吹笔笔声 请知 贼二时 于其四面集 不复公使 从者 百许人 义贼提刀 突奔克 克人乌威 追 贼应声马 马手 众贼 还而尽 克奔 追左右 吉 人马 胡的 三 师许人 宋将军 离其官之 古玉舵 忽文客大呼 曰 无趣 语 沉混 滚东向石去 后岁智 未醒约 子房的事 追秦皇帝 搏沙中 大铁锥 其人 与 天生 人 必有所用之 与臣痛腐 忠心遗传 豪聚 假回其之事 敏敏然 功名于事者 又何多也 天之生 才必为人用语 亦用之 自有时语 子灿 玉大铁锥 为人一岁 是其貌当三十 然则大铁锥 今四十而 子灿有 长期写事物铁字 圣公凯书也 选字道光课本 唐九子文超 为书子文超 根须十一月 我从扬州回家 与陈子灿同传 子灿十二十八岁 爱好枪石棒 我给他讲授 左船中的兵谋兵法时 趁机问 你走南 闯 碰到过情之人吗 子灿向我讲述大铁锥的事 于是我写 大铁锥传 大铁锥 知识摩地方人 平成子灿到河南去 看望他的哥哥 在 宋将军家喻大铁锥 宋是怀庆清华证人 擅长国基 七爱好季基 的人都向他学习武艺 人们因他长得雄伟健壮 所以叫他宋将军 宋将 军的徒弟高兴之 也是怀庆人 气大 善射箭 比陈子灿大七岁 小时 后同学 因此陈子灿 曾经与他一同访问过宋将军 当时座上有个饭很大的客人 容貌很丑 又腋下加着个大铁锥 有四五十斤重 吃饭以及逢手时 一刻也放下他 大铁锥顶上的铁 折叠围绕着 像锁上的链子 把他开有余帐多长 他很少跟人们交谈 画像胡一代的口译 问他家乡在哪 姓圣名和都作回答 我们同住一个寝室 到半夜客人我走 画一刚人久 陈子灿窗门都关着 就吃惊的问高兴之 高兴之 可人刚 十 戴帽子 穿袜子 用手紧包着头 脚上缠着白布 除大铁 锥外 磨东西都没有携带 而腰带中裹着很多银子 我和宋将军都敢 问他 陈子灿意觉醒 客人却已打着呼噜睡在床上 有一天 客人向宋将军告辞 我当初听到你的大名时 把你当作 英雄豪杰 但是现在看你和你的门徒能委 以重任 我将走 宋将 军结完他 他就 我曾自打拦抢劫的强盗 夺取他们的财 悟 因此他们很恨我 我久此的 灾过将会迁到你 今晚半夜 强 盗门正约我到某处决斗 宋将军高兴的 我骑着马带着弓箭柱 战 客人 要去 强盗本墙且人又多 我想要保护你 就能 各痛快 宋将军向自以为请 并且也很想看看客人的本 就 接请求客人通往 客人没办法 就带他一起走 将要到达决斗的地方 客人送送将军跟上一座荒废无人的宝 你只许观看 千万别坐深 以免让强盗们发觉 你 这时 鸡教院 星光照着空旷的圆眼 百步之内能够看人 客人 骑马飞驰而下 吹几声碧力 一会儿 二十多个骑马的强盗 从四面拥挤 过 徒步走背着弓箭跟在后面的有一百多人 一个强盗提着刀纵马冲 向客人 客人大喊着挥舞起铁锥 强盗一身坠马下 马头也被砸得碎 那火强盗围城环形向前进逼 客人奋挥舞铁锥左右猛击 强盗们人带 马栽倒在地 三十多人被死 宋将军屏住呼吸观看这场战 下个腿 发动几乎从宝上掉下 忽然听到客人大声呼喊道 我走了 沉 挥滚滚朝着东方飞满而去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 魏喜平 张找到大士 在搏沙用铁锥锤及擒石黄大铁 锥大概也是那种人吧 天生下有其才能的人 一定有用得着他的等方 但我成的忠心遗传 发现那些才智出众 狭义刚 雄起酌 的人 无声无息的能在当代显功继生银的 又为魔这样多呢 是 世上天生的人才一定被人任用呢 还是任用他们自会有一定的时机 呢 陈紫灿玉大铁锥是仁宁 看他的相貌应当是三十岁那么大铁锥 今已有四十岁 紫灿又曾经看他写买东西的单子 凯书写得非常功 整漂 送新昌 传世纪 清光晚 昆山徐建典先生 住于所居之后 凡亲迎 兼命公墓未除 著书 干万卷 屈未经史子籍四种 经则传住一书之书复焉 使则日加成山经 也使之书复焉 子则复以后是医药之书 即则复以辅施余之书 凡未除 这七十有二 不居会 各以其次 素标相至 其调灿然 于是先生赵诸 子登思而赵之曰 无何以传曹灾 无须先事 故以清白其家 无耳 目如冉旧 盖长凯夫为人之父祖者 每遇传其土田获财 而子孙未必能 是父也 遇传其遇真丸 顶遗尊甲之物 而又未必能是宝也 遇传其源 持台谢 五哥于马之巨 而又未必能是想其余也 无方以此为鉴 然则 无何以传曹灾 因指书而 欣然孝约 所传者为事已 遂名其位 传世而问济于晚 晚衰并即位 则先生书都知 最后赴于先生 曰 圣已 圣已 殊之多恶也 尤汉是已 人主往往众观赏已构之 其下明宫 贵卿 又往往厚夺已之 或卿操汉末 即分命彼已善之 然且同 聚未己 而折至于善意 以示之藏书之难也 晚顾未藏之之难守之之 难守之之 难守之之难之之难 由勾挺而心得之之难 事故藏而勿守 由勿藏也 守而扶 由勿守也 夫济以之以 而过口与功为 心与姬 五 采其华而望其时 誓则生战继送之学 所为华仲而 切明者也 于福西 以灾 古之善书者 始乎伯 中乎曰 伯之而非夸多豆米也 曰之而非保 残安也 善书者 根底于性命而 究极于事工 言以溯源 无探也 明体以适用 无打也 尊所闻 所知 非善书者 而能如是乌 今见眼先生 既出其所得于书者 尚未天子之所器重 四位中朝世代夫 之所今世 即世以论色大业 对阳修命 有余意 而又推之一续 赤其子性 彼后先基微科 取世 昔然有名于当世 晚然后溃焉太息 以为书之 亦弘已栽 循世道也 虽传诸子孙世世 何可知有 晚则无以予于此矣 居凭直奴才下 患于有疏儿门 焉吉姆 则又全服穷山屁壤之中 耳目故 就学消亡 盖本族以祭司 等 以免臣先生之命 孤畏亦言赴之 先生亦树其辈否也 选字 四步从滩 本 姚峰文昭 昆山徐建家殿先生 在他的住后 南造仪壮房 共有七间 同时 命工匠坎孝木材 喜造大厨 住书干万卷 区分卫经史子籍四步 金部 中复以经传译书等方面的书 十步中复以日 佳成山经也史等方面的书 子不中复以不是医药等方面的书 及不中复以赴施亦等方面的书 新共有七十二个书 按照顾致放 都有一定秩序 白色的标签 且 黄的封套 打开槌门 灿燦然在目 于是先生召集儿孙 登儿教训他们 我用魔东西传给你们呢 我们徐家先士 本就身家清白已输 硬是其家 我耳濡目染于很久 我曾感慨那些做父祖辈的 有的想法图 的家产传下去 儿子孙一定能是世代代富下去 有的想法欲征完顶 以尊甲之的宝贵文物传下去 儿子孙又一定能够是世保爱这些东西 有的想法圆池台县 古哥马之传下去 儿子孙后代又一定能是世想 受这些余 我正把这些事看作见解 那么我拿魔东西传给你们 呢 这时他只著书高兴的笑着 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些 余 是就以传世自作为名 而要我做一篇记 我挺衰多病能一下 此写出先生多次写信催促 最后我只得用下面这些话 华为先生 书遇到的灾难太厉害 从汉代以皇帝常常用官家的丰厚赏去 买书皇帝以下民工贵清又常常用许多钱物去换书 有的亲自动笔 有的故请抄手加以欲 但是聚集久 就常常遭故散师 由此可知藏书 之难 过我以为藏书之难还比上手书之难 手书之难又比上 书之难比上亲身去时而有所体会之难 所以藏书而能守同 藏书没有模样 守住而能 同守住没有模样 虽然已 金 而如果嘴上是一套 食的又是另一套 心中想的何实际做的 一致采他的花而忘记他的果实 那么就是用济诵之学骗骗众人儿 七世道明的人 同书又有魔痛呢 古代善于书的人 开始识博览 到最后就专攻 博览群书并侍卫 炫耀自己的广博 专攻一门也是抱残手残 善于书的人以性并知 为基础 而最终则要体现在事业和功绩中 循着追溯源 没有魔能 明白的 明白到在去时 没有能做到的 尊重所听到的教会 所学到的道 是善于书的人能这样吗 现在剑眼先生已经拿出 从书中得到的道 尚能得到天子的器重 四 能被朝廷士大夫所敬重和取法 借此以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 以暴达称阳 美善的命 绝有余欲 再推而广之 用以训施后背 使他们能先后积身 威科 取得高官后 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 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 我只有赞叹绝以为输 的好处 的好处实在太大 遵循这条道 即使传给子子孙孙孙孙孟 还有摩托等 的呢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资格欲其中 平时愚笨无才 苦于有书而门 现在到晚 又只能全服在穷山僻壤之中 孤寡闻 过去学到的 都已衰退 本没有资格为这座坐进 是已勉强映成先生之命 姑且写这些话为 先生能否圆我的寂寞 为国 将天遗传 清光管 将天遗字文石 徽州设县人 少丧父 是其母 及府地天表 具有 智幸 常与人约 饰品者 必无文章 前名崇祯间 献赴延祈 其才 美事者 八至第一 三十 使得 补诸身 家庭屋拜 公本土住园 已居 赴瓦丸 圣属 则库日中 与智 离舍福 或张碧盖 自闭 家 人且怨且叹 而天遗邪书 云颂字也 天遗虽以文事之名 而生成多智 是由魏童俊千世公 所知 当世时 灰人多道 天一方左千世公 用军法团结 乡人子弟 魏首预计 而魏章 魏章 中破武昌 总兵官 左域东盾 挥下兵华于图 所过分 将底挥 挥 人正恐 千世公谋 网聚之 已为天一 天一腰刀挖手 黑夜跨马 壮士 迟时 与兵敖战其门 展国大半 西夺其马牛器械 挥赖以安 顺治二 下午月 江南已破 周县望风内附 而魏人由魏明拒手 月 唐班自于福州 闻天一名 受监济推官 先世 天一言于千世公 曰 徽慧行圣之地 诸献皆有阻碍可逝 而姬兮一面当孔道 其地独平 以 事宜住官于此 多用兵拒之 以与他献向姬脚 遂住从山关 以而 清诗公济兮 天一日夜援兵登平 少待 兼出逆战 所伤相当 于 是清诗以少其罪 天一于姬兮 而别从心路 守者先会 成岁线 大帅 大帅 大帅够天一圣吉 天一之事可谓 据归 主其母于天表 出门大呼 我将天一也 遂被之 有之天一者 欲世之 天一约 以我为死 邪 我死 或且足矣 欲迁事公于盈门 公募之曰 闻时 有 母在 可死 孝谢曰 焉有与人 共事而逃 其难者乌 公信物为无武 绿也 至江宁 总督者欲问 天一昂首曰 我未尽 如我 我死 必负其兵 遂千亿通 记门 记至 大呼高皇帝者三 南向再拜 弃 坐而受行 观者无叹息 弃下 月日 天表 网收 其诗 亦知 而迁 事公亦于是日死亦 当兵之辈也 奉阳都马是因 书和徽人官君 将至迁事公 于死 天亦为机便书 亦却上知 附坐 御天 替诉诸贵人 其事 使得白 自兵心 以先后至乡兵三 皆在千世公墓 世时 墓中诸侠 刻号之兵者已败 而功独推众天一 凡内外积世西取绝焉 其后进与功 统此 统此 虽武艺之事 无以上也 与得其时末 于翁君汉经 遂未知传 汪宛曰 方圣 方圣国之末 清安 是代仆 死忠者 有汪宫伟 临功 与千世公 三人 而天亦独以诸生训国 语文天亦 由淮安 淮安名赴逢 逝者 窥干 国旗 姑 天亦真 朱敏 是作诗文 表彰之 欲书 于朝 果 与其仍好奇 尚弃如 死 天亦本明镜 别字号石架 侨夫 翁君汉经语 选字 四库全书 本 遥峰文超 将天一字文石 徽州设县人 小时候救死父亲 侍奉他的母亲 和辅养地地天表 有着醇厚的本性 他曾经对别人 一个书人 述好的道德品 就必然没有好文章 前朝明末从针间 设献献 傅言认为他才学期 每次献同生的岁势 总是选拔他为第一名 但道 三十岁 才赌上一名生员 他家很穷 房屋残破贪 就自己动手用 本机挑土 住墙而住 屋上盖的瓦片齐全 大热天就晒在 酷热的太阳中 下雨天 全身被雨的像蛇一样 蜷浮着 或是张起破产 遮挡一下 家 得人一面埋怨 一面叹息 然而天宜却捧住书本 和平常一样 天宜虽因为是文人而出名 但是却深刻沉着 足智多谋 足智多谋 特别受道童 聚牵士生的赏 在那个时候 灰州一带到北很多 江天宜辅助牵士 生用军队的办法团结组织乡的亲人 做好防守的打算 适逢张线 中攻破武昌 总兵官左域向东逃跑 他布下那些广西吐司的军队再办 上发生汉 所经过的地方放火抢劫 将要到达灰州时 灰州人非常正 惊恐惧 牵士生记忆派兵去抵抗 把这件事委托给天宜 天宜配妖刀 果头金黑夜骑着马 一匹勇士奔跑几时 与叛的广西吐司 军队在奇门竞机站 死叛兵一大半人 夺取他们所有的牛马和兵 契 归周臣依赖这次战役 而得以平安 清顺至二下五月 江南已被清兵攻破 各州县市纷纷归赴清朝 但归周人民还是为明王朝坚守抵抗 岳明宗市唐王诸遇见在福州称帝 听江天宜的名声 委任他为奸祭推官 在此之前 天宜对千世生 灰州市各地市优越的地方 各县都有险要之处可以依赖 只是基西那一 面正当交通要到那地市特别平坦 因此应该在那建筑关口多派兵 助手以和别的线相互配合加制敌人 于是在基西筑起从山关 九 清兵攻打基西 将天一日夜守持兵器跟城防守 一点也松懈 有时 出城一战 双方死伤大志相上下 于是清兵用少骑兵在基西牵制铸江 天一而另外重新进攻 守得仁先拜逃及西城中余县 清军的主将悬赏捉拿天一非常急迫 江天一知道抗清之事已没有心 望就即回家 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天表 出门大叫我就是江天一 于是被逮捕 清军终有知道天一的想释放他 天一你以为我怕死 妈 我死灾祸将是全家被 在阴门口欲牵世身身看着 他文石你还有母亲在你能死 江天一笑着辞泄道 那有何人一起共事而在为难时刻逃避的呢 希望你要为我的母亲与 希望你要为我的母亲丹 我第三遍向南面一拜再拜拜完 坐下受刑 为官的人没有一个感叹的 过几天天表去收天 医的尸体把他安葬 而千世身也是在这一天被害的 当广西土司的叛兵被江天移伤之后 凤阳总督马氏因非常老 向皇帝上奏章皆发挥周人蓝官军的罪 想至千世身与死地 江天以为 此带着身变身无罪的奏章 赴朝廷帝臣上 又写玉天着眼 向掌权大臣申诉 这件事情才得以清楚 自从清兵与明王朝开战役 前后殉香兵三 都在千世身的幕府中 当时幕府中众多狭义之士 号称精通兵法的有上百人 而身只是推重天医 凡对内对外的机密大事 都取决于天医 后天医竟然与身同时牺牲 像天医这样的人即是 古代医之士也没有能超过他的 我是在汪汉金纳得知江天医的生平 是记得于是替他写这篇传记 汪晚震荡浅朝的末期 心安医世代夫尽忠而死的有光伟 林终于 身三人 而只有江天医是以身原的身份 为国殉难的 我听江天医尤经 怀安 怀安有个姓冯的名副 割下自己的肝脏救活他的婆婆 江天医的 之后请许多有名的人写诗作文表彰他 还想上奏章给朝廷 最后没 有成功 这个人喜欢奇特 崇尚契节大致就像这样 天医本明景 另外 孩子号 石驾乔夫 这也是汪汉金的 孙菊源 口记 清四环 经中友善口记者 会宾客大宴于听世之东角尸八尺屏障 口记人 坐屏障中 一桌 一屹 一扇 一扇 一扶尺而已 眾兵团坐 少请 但闻屏障 中扶尺二下 满堂济然 五感滑着 摇摇门身 像犬肺身 有妇人精觉欠身 摇其夫与猥亵世 夫一语 出圣意 妇摇之指 则二人语见见杂 床佑从中夹夹 继而而起 大 提 夫妇腐而入 而寒如提 妇拍而污之 夫起 妇意抱而起 窗 上右一大儿醒 淫淫至 当逝时 腹手拍而生 口中污生 而寒如提生 大儿初醒生 床生 夫赤大儿生 平中生 筒中生 一齐凑发 重要 必备 必备 满座 满座宾客 无声景 側目 微笑莫叹 以为妙绝也 忍 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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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 妇 妇 温 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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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起,父拍而易见拍见止。 唯闻有数作作,盆气清测,父梦中可受之。 生,宾客一少书,稍稍振作。 呼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 父意起大呼,而起哭。 鹅儿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 百千狗肺,中间风道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 百千齐作,又加百千求救声, 夜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 凡所应有,摩所有。 虽人有摆手,手有摆指,能指其一端, 人有摆口,口有摆舌,能名其触也。 于是宾客无变色袭,奋秀出壁,古战战, 己律仙。走。 而乌然辅持一下,众想并绝。 彻平视之,一人,一桌,一饮,一善。 亦辅持而已。 选自文学古籍勘设牌印本,于初心志。 今晨有各善于表演口技的人。 正逢有人摆酒席大庆宾客,就在厅堂。 得东角设置八尺宽的屏风, 让表演口技的人坐在屏风中, 只有一张桌。 此,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块醒目而已。 许多宾客围着屏风而坐。 意会。 而,只听屏风中醒目响下, 全体都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敢大声。 话。 远远的听到声声的小巷中有狗叫声, 接着就有父惊醒后打喝欠和声。 腰的声音,他摇着丈夫请夫妻之间的事。 丈夫着梦话,开头怎么? 答应他,父把他摇个停, 于是人的话声逐渐间隔混杂,床柳丛中。 发出夹夹的响声。 过一会儿,孩子醒,大声哭着。 丈夫叫妻子抚慰。 孩子喂奶,孩子含着乳头哭, 父又哼着唱着哄她。 丈夫起笑,父。 也抱着孩子起笑。 床上,床上另一个大孩子醒,大声唠叨个没完。 在这时,后,父用手拍孩子的声音, 口哼着哄孩子的声音,孩子含着乳头的哭。 声,大孩子刚醒过的声音, 床发出的声音, 丈夫责骂大孩子的声音, 响。 解入瓶中的声音, 解入桶中的声音, 同时想起, 各种绝妙的效果都有。 满座的宾客没有一个伸长脖子, 斜着眼睛, 微微笑着, 默默赞叹, 认为。 奇妙极。 过一会儿, 丈夫上床睡。 妇又叫大孩子起笑, 玩,兜上。 床睡。 小孩子也逐渐要睡。 丈夫打呼噜声响起, 父拍孩子的声音, 也渐渐停下。 隐隐听到有树, 坐坐在爬, 盆子, 器皿歪道, 腹。 在梦中发出咳嗽声。 宾客们的心情稍微松弛下, 逐渐端正坐姿。 忽然听到一人高声呼喊, 起火。 丈夫起高叫, 父也起高。 叫, 各孩子一起哭。 一会儿, 成百上千的人高声喊叫, 成百上千个小孩。 哭喊, 成百上千只狗狂叫, 当中还夹着劈拍烂的声音 和房屋倒塌的声音。 着火爆炸声, 呼呼的风声, 千百种声音一起响起, 又加着成百上千个屋酒的声音。 摊起火房屋时和发出的喊声, 抢夺东西的声音, 泼水的声音。 凡是一应该有的声音, 没有具备的。 即使一人有一百只手, 每只手有一百个手指, 也能指出其中一种, 一人有一百张嘴, 每张嘴有一百个舌。 头也能清其中一个地方。 在这十宾客门没有一个变脸色, 不开。 席位, 捋起衣袖, 伸出手臂, 腿打着哆嗦, 差点儿都要真先跑开。 忽然醒悟一声, 所有的声音都没有。 撤掉屏风再看, 只有一个人。 一张桌子, 一把雨子, 一把扇子, 一块醒悟而已。 邓乔兵, 宴典史传, 清少长亨。 宴典史者, 明应援, 自亨, 其先浙江少新人也。 四世祖某, 魏锦衣。 校魏, 史家执之通州, 魏通州人。 应援起院史, 观金仓大使。 从真实。 四千江阴建典史。 史智, 有江道百搜, 张志成朝南路内壁, 将薄成。 而会献设传皇义, 成不选短不及, 难分窜。 应援带刀剑出, 月马大夫。 于是曰, 好男子, 从我贼护家世。 一时从者千人, 然苦无懈。 应援, 又持竹呼曰, 是己已, 甲义干, 直取诸我。 千人者不将暗, 毛。 是堵墙。 应援往持社, 八亿史, 折亿亿贼。 贼必者三, 弃社。 杨帆去。 徐福文, 以青衣兜司掌角徐县位, 得张皇盖, 拥道, 前驱清道。 而后, 非护使, 非护使, 亦人以为荣。 九知, 景循资千, 广东因得县主部, 而成名。 选代未未。 应援以母并位, 亦会国辩, 妾家乔君亦东之沙山。 世岁已有。 五月也。 当世时, 本朝定顶改元二日。 欲王大军渡江, 君臣出走。 宏光帝循备职。 分浅备及他江, 定东南郡县。 首逝或过走, 或闭。 门巨, 公知者拔, 宿者公在客, 迟过循日。 自今口以南, 一月间下。 明臣大县以百。 而江云以弹丸下印, 死守八十一日而后下, 盖印元之谋。 居多。 初, 至发下, 诸生许用得者, 以论岳朔玄明太祖玉荣于明堂。 众拜且哭, 世明而聚者万人, 欲奉心未成明选主承手。 明选曰, 无智。 勇如延君, 此大事, 需延君。 乃夜池其网银应元。 应元头类起。 家丁四十人, 夜池入城。 四十城中兵满千, 户才及万, 又哪我所出。 应。 元智, 则始及, 至, 户出一男子成城, 于丁传参。 以, 乃发钱兵。 被盗曾化所致火料火器铸碟。 以, 乃劝书俱事, 曰, 书笔。 初宿, 书, 博, 不及他物者听。 国子上舍成匕首捐二万五千。 捐者群。 即, 于是围城中有火料三百英千丸, 铁子千石, 大炮百, 鸟鸡千章, 钱。 千万名, 宿, 麦, 豆万石, 他酒, 姑, 岩, 铁, 除, 搞称氏。 义, 乃分城。 而兽, 五菊皇兽东门, 把宗某兽南门, 成名选兽西门, 应援自首门。 人教徐寺门。 部署伏定, 而周边和。 十大军, 薅城下者以十万, 银百, 四面为十重, 隐功两舍, 颇伤。 城上人。 而城上类炮, 鸡骨城高下, 大军商甚重。 乃架大炮鸡城, 城原。 应援命用铁锅门板, 灌铁更不知, 取空观石以土, 仗肥处。 右勾。 城, 城川。 下人运一大石块, 于城内住间, 一夜城。 会城中是少。 应援城月黑, 树稿为人, 仁甘义登, 脾肩, 扎城, 兵士扶元内, 及骨轿。 造, 将醉城着影者。 大军经, 十八如雨, 笔笑, 或使无算。 又浅壮事也。 醉城露营, 顺丰纵火, 君, 自柔见相死者谦。 大军却, 乘三指营, 率左拥其致臣下, 呼曰, 吾与炎君雅。 故, 为我与炎君, 御相。 应援城上雨雨, 左者, 顾鸿光似镇之。 一, 封广昌伯, 本朝总兵者也。 遥与应援, 鸿光已走, 江南如主, 君。 造, 可保富贵。 应援曰, 蒙明朝一点十二, 尚知大义, 将军作图分。 毛, 为国重镇, 能保障江淮, 乃为民前驱, 何面目无异一事明乎。 左残腿。 应援委屈干, 面苍黑, 为姿。 性炎异, 好民粟, 犯法者, 鞭吃贯饵。 烧事, 燃清财, 赏赐魔所令。 伤者守卫火创, 死者后关联, 累赘而哭之。 羽状是羽, 必称, 好兄弟, 忽明。 成名选宽后偶续, 美徐成, 俯徐其。 士族, 相互, 或智体。 故人皆能得世心, 未知死。 先是, 被统军的苏, 松者, 既破大巡, 既失功。 面妇将, 贵臣下, 替四交谊。 应援骂曰, 拜君之将, 被秦宿死, 七叠叠尾。 又遣人欲, 斩四门首士各一人, 即撤为。 应援立身曰, 斩无头。 和百姓, 赤之去。 慧中秋, 给君民赏月前, 分曹协聚, 登臣痛饮。 而许用得智府五转驱, 善欧者慢声歌之, 歌声与雕斗, 家吹声相应。 近三叶霸。 被继参之臣终无意, 公月吉, 踢冲死士, 凯昼皆冰铁, 刀斧吉之。 身坑然, 封口未缺, 泡声彻昼夜, 百内定位之震。 城中死伤日姬, 相呼。 身相闻。 应援康凯登皮, 意气字。 淡日, 大雨如注。 至日中有红光衣。 起土桥, 直射城西。 城河县, 大军从烟烟雾雨中, 蜂拥而上。 应援死。 是百人, 持突向战者巴, 所当伤已迁, 再夺门, 门必得出。 应援。 免, 有身头前湖, 水墨顶。 而左君中, 必欲身至应援, 遂被赴。 左姬聚甘明佛殿, 应援至, 岳起池之枯。 应援孝曰, 何枯。 是至此。 有意死而。 被挺驱。 一族持枪应援冠境, 静折脖地。 日暮。 雍至七霞禅怨。 怨森叶文大呼, 肃酌我。 绝口。 而而既然。 应援此。 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君为臣者二十四万, 死者万七千, 向战死者有。 七千, 凡损促七万五千有其。 臣中死者, 无律五万, 尸骇整集, 皆向皆。 满。 燃尽无以忍者。 乘破时, 臣民选下其搏战, 致兵辈到前辈。 身负重创, 手握刀, 将。 以臂上扶。 或曰, 河门头果死。 曰, 上书, 去曰, 陈州继城, 千英顽名。 而后知者, 谓于。 周则完明, 因则亦是。 夫子全被谣, 林立人, 彼顾各位其主。 与同时, 则闻人则则谈演典史事, 未能尽亦也。 后五十, 从有人家黄西所为死。 守孤城, 乃之其事而传之, 为夫应援, 故明朝一点时也, 故其数, 乃。 卓卓如是。 呜呼, 可感也哉。 选字, 国朝二十四家文昌。 言典史, 明印吾, 自亨, 祖上是浙江少新人。 高祖父母, 擔任锦衣。 校尉, 方才宜居职的通州, 成通州人。 言应援开始任公职室当院使。 座过京苍大使。 崇祯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一, 调任江音县点时。 刚到任, 正后, 上江上的强盗架着百艘船, 彰化着其至成长朝侵入内地, 将要过境江音。 县城, 恰巧又逢本县县造别的县去代正式, 县城, 逐步既胆怯又无。 决断, 束手无策, 居民四处奔逃。 言应援带着刀剑赶出, 在街上侧马飞。 池, 大声呼喊, 是好汉的, 跟我一起去强盗, 保卫亲人。 议会, 身边就集聚上千人。 但骨鱼没有兵器。 言应援又非持道竹前高喊, 请。 旷十分紧急, 每人先借一根毛竹, 获款将由我同父。 这一千人排在, 将按手持毛竹如刀枪, 仍靠人向一道长墙。 言应远回的飞马射击。 发一箭射死一个强盗, 已射死三人。 强盗的气垫被压下去, 扯上。 翻逃走。 徐府写文向上报告退江道的情况, 用皇帝的名义让言应援。 痛兜思的官衔, 执掌巡回检查的县位职权, 外出可以成家黄盖, 打大旗。 由尹氏族清除到而后通过。 这是冠中所没有的待遇, 当地人都已以为荣。 长久以后, 他却还是只按照资转身为广东英德县逐步, 成名选代。 替他的县位职务。 严应援因为母亲生病没能敢去复兴任, 又逢国家发生。 辩护, 带着家人寄居在江英城东的沙山。 当时是已有1645, 5月。 那时, 清朝已夺取民政权改变号到第二。 欲王多夺的大军度过。 长江, 城头归顺, 南民军臣出逃。 九, 红光地诸游松被俘过。 欲, 王分别派前辈和其他将攻占东南地区的郡县。 各的的南民守将有的投, 有的逃走。 有的关闭城门聚众抵抗, 也是一攻击破, 快的就在当天。 慢的也过十日。 自京口以南地区, 一个月内被攻占的明城大县以百计。 而江英这座偏僻小县城, 坚守八十多天才被攻下, 这主要是靠岩应援的。 某。 当初, 清居班户至八, 诸生许用德就在润月初一, 将明太祖画像。 悬挂在明堂, 众人叩拜痛哭, 如生百姓蜂拥而, 多达万人, 打算。 拥戴新县为陈明雪主持县城守备。 陈明雪, 我的智勇比上严峻。 这, 是大事, 一定要严峻才。 于是叶飞马赶去引请严应援, 严应援福。 秀而起, 即代嘉丁四十人, 叶飞驰入城。 当时成士兵足以千, 居民也只有万户, 而且享上补者。 严应援进城, 整军中荡不及。 修建城防公室, 夏美加出一名男子登城守卫, 剩余的男子为军中送饭。 然后取出前任兵被盗层化制造的火药火器, 铸存在城上。 随后动原附。 有人家捐送, 传, 捐送一定都是钱, 捐食, 不品听。 国。 紫上舍臣必带头捐献二万五千, 捐送者成群庸道。 于是被围的献成有。 火药三百万千万, 铁子一千十, 大炮百门鸟鸡一千张, 钱一千万万。 米, 麦, 豆等十一万十, 其他如酒, 鹽铁, 草野储备充足。 接着命。 专人把守各城防驱, 五举皇守门, 把纵某守南门, 成名选守西门。 沿应源自守门, 并监管巡查寺门。 刚刚布置庭档, 城外清君包围圈与河。 龙, 这时破进城下的清君已达十万, 扎下银盘上百, 四面包围十层。 清君攻向城上发射, 商少守城的人。 而城上类炮, 及鲁鞠高向下发。 射, 也商大清君。 清君架起大炮轰击城墙, 城上的矮墙被炸。 岩。 应元命用铁裹着门板, 穿上大铁挡住口, 再用土装在空棺材。 堵在倒塌处。 清君又攻城, 城被攻破。 岩应元下每人搬一块大石头。 在城内重新筑起坚固的墙, 一夜之间就完工。 碰上城中缺剑, 岩应元城。 这无悦的黑夜, 用河敢扎成人形, 每个草人竹竿上挂一盏根, 树在墙。 之间, 还城围绕。 让士兵扶在城上矮墙后, 几鼓呼喊, 洋庄要坠下城去偷。 西的样子。 清君十分惊慌, 向城上发射如雨点般的秘箭。 道夫想, 得到的。 箭记齐。 他又派壮士业坠下城前路轻盈, 顺风放火, 清君做一团。 自相践踏残, 死好几千。 清君后退, 城三亭下安宜。 功臣主帅组由其兵簇拥折到城。 下, 向城上守军呼喊, 我和阎君是朋友, 替我告诉阎君, 我想要他。 岩应元站在城上和他话。 左, 是以前洪光朝的四镇之一, 被封魏广。 昌国, 投清朝的总兵。 他远远地对阎应元, 洪光帝已经逃走江南。 再没有国君, 您及早头, 可以保证富贵荣华。 阎应元回答, 我。 过世民一个小点时, 还能名小大义。 将军已受土封侯, 身为国家的重镇。 能守住江淮, 却肝做敌人的马前卒, 有磨脸我们成声明大义的。 是名呢? 左残愧的转身走。 炎应元身材毁无, 苍黑面孔, 唯有无虚。 性格严厉刚毅, 好严明正。 素。 对于犯法的人, 该用鞭尸罐尔的行法, 绝宽扰。 但他亲才重赏。 豪喜。 亲自为受伤者包扎伤口, 为死者被上等棺木连葬, 并撒酒余的。 枯忌。 合状世话, 一定称呼, 好兄弟, 而直呼其名。 成名选宽后合。 月, 每次上城巡查, 安抚位部下, 看到他们的骨枝, 有时甚至出。 也。 所以人都能生得人心, 士族们亦以死报答。 在此之前, 兵在苏州松江一带功臣 成战阁的被破大郡之后。 这时也以自己的军队增援功臣清军。 被把元将返报, 让他们为再臣。 下劝。 元将一面劝, 一面痛哭, 满脸替。 严印元骂道, 失败。 上的家伙, 给敌人浮快点死掉, 干魔还啰啰酥。 被诱派人。 宣, 只要吊四门首先起誓的各异人, 我们就撤去包围。 严印元高。 声回答, 可斩我的头, 凭魔要害百姓。 喝传话的青醋滚开。 当时震逢中秋节, 演印元发给军民赏月前, 军民们分头结伴带着器具, 灯。 上尘痛饮。 许用得创作五转驱, 请善于歌唱的人隐藏声调歌唱。 歌。 声和雕豆声, 加吹声交织在一起, 过三夜才告结束。 被已经查成终无头之意, 工程加紧急。 使用云梯, 冲得赶死。 对, 盔甲都是用冰铁制作的, 刀斧一碰上就钉作响, 封口都被碰缺。 跑。 生日夜响各亭, 百姿内, 大地因此而震动。 城中伤亡一天天增加, 接。 向上呼声到处可以听。 盐应援斗志昂阳的登上城, 神情气亦如平日。 清晨,下起倾盆大雨, 到中午, 有一红光从土桥方向升起, 直射向晨溪。 一会, 城墙倒塌, 清君从烟火雾气中暴雨蜂拥而上。 盐应援百民感。 此队, 四处出击近八次巷战, 与他们遭遇的清兵被伤上千人。 再要, 夺取城门, 城门紧闭, 冲出去。 盐应援想以门幸免, 越起投入浅湖。 但湖水太浅, 烟梅头顶, 因而自沉。 而左又传清君与定调。 深情盐应援, 因此他终于被伏。 左在甘明佛殿上傲慢的手按膝身腿。 而左以盐应援被押, 即从席上月起扶住他痛哭。 盐应援笑道, 有魔可哭的呢? 事情到这种地步, 只有一死而已。 盐应援看背。 挺身站, 很弯腰。 一名清兵用长枪穿盐应援的小腿, 小腿折断。 盐应援跌倒在地。 黄昏时,盐应援被一群清兵押送到西匣禅院。 夜间, 远。 得僧人断听道高喊声, 快点吊我。 一直停口。 后听, 援言应援引气绝身亡。 双方在江英城攻守作战共八十一天。 为城的清军二十四万, 占死的。 万七千, 死于向占的又有七千, 共损失士族七万五千有余。 城中占死的军。 明, 大约有五万, 尸体纵横堆积, 满街都是, 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亲。 巨头。 城被攻破时, 城明选跳下马用短兵器作战, 到兵被到衙门前辈。 他身上多处负伤, 手牌紧握着刀, 靠在墙壁上僵着并倒下。 另有一。 种穿, 城明选一家势头火急体字的。 我的体会是, 尚书, 多士, 序中, 周公建好成周, 把英朝的完。 明千往那。 但是, 后世谈这件事的人, 认为他们对周朝是完明。 对英朝就是一世。 道指的狗看遥这样的圣君也会谎调, 邻居的子。 会骂挑逗他的男子, 他们当然是各自维护主人的义。 我小时候就听人。 门谈起演点时的诗赞配语, 但已记忆清楚。 过午时, 在朋友, 家看到黄熙写的关于江英君民死守孤城的文章, 就从中采取素材写成这篇。 传记。 沿映原这个小人物, 原过世明朝的一个点时, 但看他的公述。 劫, 却如此超凡入圣。 那, 真是人感动。 座堂。 。 书佐忠义公义士。 青芳包。 先君子常言, 湘先辈佐忠义公士学经济, 一日风雪严寒, 从其初。 为入古寺。 五下一身浮暗末, 文芳成草, 公月壁, 即解雕附身, 未掩护。 寇之四僧, 则始功可法也。 即是, 忽明至始功, 功趋然注释, 成卷即免。 属第一。 赵路, 始拜夫人, 曰, 吴诸儿, 他日记无至事, 为此生儿。 即左, 攻下场玉, 始朝夕玉门外。 逆焉房四圣言, 虽加图得尽。 九之。 闻左宫背炮, 但细且死。 十五时, 替气蒙于静醋, 醋感烟。 一日始始。 必依, 草具杯框, 首长, 未除截者。 引入, 为止左宫处, 择席地矣。 墙而坐, 面额焦可辨, 左膝以下, 金骨静脱矣。 使乾贵, 曝光熙而污。 公辨其身, 而木可胎, 乃奔必以止波字, 目光如巨, 曰, 雍奴。 此。 何的也, 而如前。 国家之事已至此, 夫以义, 辱父亲生而魅大义。 天下是谁可知住者。 速去, 无似奸人构陷, 无精及铺乳。 因窩地上, 行谢, 坐投即逝。 使境感发生, 驱而出。 后长辟数其事已与人, 曰, 无师废干, 皆铁石所铸造也。 从真末, 贼张献忠出末其皇前同间, 使公以奉道奉习手遇。 没有。 谨, 折月旧请, 使将士修, 而自作末墓外。 则见促食人, 二人蹲。 拒, 而被已知, 古仪, 则翻带。 每寒夜起, 正衣上, 甲上兵双蹦。 坑然有身。 或劝已少修, 公曰, 吾上孔赴朝廷, 下孔会无师也。 使公。 至兵, 往同城, 必功造左宫地, 后太宫太母齐居, 拜夫人于堂上。 于宗。 图山, 左宫生也, 于先君子善, 魏御忠于乃清得之于始公余。 选字, 四部从滩, 本, 望兮先生文集。 先父曾经, 同乡前辈左宗义公在京城担任主考官时, 有一天, 风雪。 焦家, 严寒撤骨, 他带着几个卫兵骑马扮成平民外出, 到一座古庙。 下的小屋中, 有个书生扶在书桌上睡着, 桌上有他刚写成草稿的文。 章, 左宫拿看完后, 就脱下雕球盖在书身的身上, 又为他端上门, 想, 和尚一打听, 才知道他叫时刻吧。 到考试时, 小叫到始宫的名字, 左宫。 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他。 等考卷交上, 就当面批为第一名。 又把他照入。 家中拜左夫人, 我的几个儿子都用无能, 将继承我的志向盒。 事业的, 只有这个书生。 等到左宫关进东厂监狱, 时刻把早晚后在监狱门外, 篡权或国的位。 中贤防守非常严密, 就是左家夫人也的接近。 过一段时期, 听左宫。 惨遭炮酷刑, 快要死。 使拿着五十银子, 这请求狱卒帮忙让他。 进去, 狱卒被感动。 一天, 教室换上破衣, 穿上草鞋, 背着冷筐, 手拿。 长柄铲子, 装作打扫垃圾的人, 他进监狱, 轻身的指点一下左宫的位。 至。 使有个人着地靠墙而坐, 脸额交黑腹, 无法辨认, 左腿膝盖以下。 筋骨兜脱。 使向前跪下, 抱着左宫的膝盖低声哭泣。 左宫听到声音之。 道是谁, 而眼睛却睁开, 于是使劲抬起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 目光如火一般, 可饿的, 没用的奴才, 这是摩地方。 你却钱。 国家。 大势已腐败到如此地步, 我试完, 你在故生命危险到狱中而灵救。 国的责任重, 天下是靠谁支撑呢? 还快走, 那就必等奸人陷害。 我今天就打死你。 随即摸起地上的刑具, 做出投掷的姿势。 使功闭口。 敢坐身, 赶快跑出去。 后常常折对人讲起这件事, 我的。 施的肺肝, 都是铁石所铸造的呢。 崇祯末, 寇章献中兵出末于齐春, 黄刚, 前山, 同城一带, 使功以奉阳, 周二辅到原身份奉命去防守。 每次得到警报, 经常几个月。 睡觉也让士兵休息, 而自己坐在帐篷外面。 挑选十个身强壮的。 士兵, 让人蹲着, 自己靠在他们背上, 或移, 就替换人。 再寒。 得深夜每次站起, 抖动衣裳, 战袍铁片上的冰霜掉下, 声音清脆响。 有人劝他稍作休息, 使功, 我唯恐对上有父朝廷, 对下有愧于师。 使功兵, 枉于同城, 必定清左宫的府地, 向左宫的父母请安, 在堂。 上拜左夫人。 我的同族前辈方圖山, 是左宫的外甥。 他和先父友好, 左。 的狱中的话, 是他亲自听使功的。 逢海荣。 狱中杂技。 清方包。 康熙五十一三月, 余再行步欲, 此而游斗出者, 日三四人。 幼虹。 杜君者, 坐而言曰, 此意作也。 今天时顺正, 死者上心, 枉岁多志。 日食人。 余寇所以, 杜君曰, 世及传染, 购者虽其属, 改同卧。 其。 而欲中未兼者四, 兼无事。 静簇居中央, 有其前已通明, 乌及有窗。 以答器。 旁四事则无之, 而信求长二百余。 美伯木下短剑, 使皆必其中。 予饮食之气相薄, 幼, 冬, 凭者席地而卧, 春气洞, 先易饮。 欲忠臣。 法, 执名其妖, 方夜中, 生人与死者病种顶而卧, 无可炫弊, 此所以染者。 众中, 又可怪者, 大道, 鸡贼, 仍众求, 气劫妄, 染死者十一二, 或, 随又抽, 欺骗死者皆清晰及千所正, 法所及者。 余曰, 今师有今。 赵玉, 有五成玉使私房, 何物行部细求之多至此。 杜君曰, 耳玉诵。 情稍重, 今照, 五成吉感专爵, 又九门提督所仿兼纠结, 皆归行部, 而, 十四思政父郎好事者及书, 欲观, 禁促, 皆细者之多, 少有, 併多。 方勾至, 苟入欲, 问罪之有无, 避泄手足, 至奸, 比困苦可仍然。 厚道以驱报, 出居于外, 其家之所有以为尽, 而关于不愤焉。 终加以, 上, 皆皆之取宝, 其次, 求托谢居间外反乌, 被益时, 为己平无依, 则谢系稍宽, 为标准已尽其余。 或同性, 情罪重者, 反出在外, 而轻者, 无罪者其毒。 积, 积幽份, 寝食为节, 疾病, 又无医药, 故往往致死。 于, 福圣上好圣之德, 同于往圣, 美之御慈, 必于死中求其身。 而无辜者乃。 至此, 唐人人君子未上昌颜, 处死刑及发外重犯, 其亲戚及千位结证。 者, 别致亦所已基之, 手足无懈。 所劝我可记哉。 或曰, 欲旧有事物。 明曰县间, 宋儿未结证者居之。 唐句旧典, 可笑不也。 杜君曰, 上推。 恩, 凡直观居反乌, 精评者转戏间, 而大道有居反乌者, 此中可戏劫哉。 别致亦所, 未拔本源之道也。 于童戏诸翁, 于生即在御童观森猛。 够亦死, 皆应重拔。 又否是以孝颂其子, 左右灵泄系入间, 好孤达。 但, 于敢焉, 以杜君言犯训之, 众言同, 于是乌书。 凡死行, 遇上, 行者先四于门外, 使其党目财物, 明曰, 思。 父者就其妻属, 平则面与之。 其激行, 曰, 顺我, 及先心, 否则, 四。 知解禁, 心有死。 其讲义, 曰, 顺我, 十亿及弃绝, 否则, 三亿加。 别谢, 然后的死。 为大辟无可要, 然由之其手。 用此, 父者失败。 平易庆一庄, 绝无有者, 则至之如所言。 主父者亦然, 如所欲, 父十吉。 先者精固。 每岁大觉, 勾者十三四, 者十七, 皆父至西世待命。 其商。 于父者, 急性, 病悦乃抽, 或尽成故吉。 于长旧薰而问焉, 彼于行者, 父者, 非相仇也, 其有得耳。 过无。 有, 终亦稍宽之, 非人数乌。 曰, 是法以锦其余, 且成厚也。 如。 此, 责人有信心。 主顾铺者亦然。 于同乃以目序者三人, 一人与三十。 骨为伤, 并兼怨, 一人备之。 伤夫, 兼寻怨, 一人备, 及细不如平常。 或寇之曰, 约, 罪人有无君, 既各有得, 何必以多寡未差。 约, 无。 差, 谁未多语者。 孟子约, 数可胜。 幸福。 不忠虚, 家葬伟章, 文书下职, 多钱之, 增减要语, 奉者。 莫辩也。 其上文及宜观诸不由未感然。 公, 大道为人, 及他饭同谋多。 忍者, 指主谋一二人觉, 于今秋神, 皆简等八配。 遇词上, 中有觉者。 行人先似于门外。 命下, 遂父已出, 几鬼客。 有某姓兄弟, 已把持功。 仓, 法应诀, 御俱语。 虚同谓曰, 与我迁, 无声。 寇其数, 曰。 事无难, 别具本章, 欲词无。 但取暗莫独生无亲戚者, 二人辱名。 四, 封奏时前之而已。 其同事者曰, 是可欺死者, 而能欺主验者, 他。 父亲之, 无悖无声矣。 虚同孝曰, 父亲之, 无悖无声, 而主验者, 亦各罢去。 彼能以二人之令其官, 则无悖终无死道也。 敬之, 暗。 莫二人觉。 主者口去舌角, 终感节。 于在欲, 有谋性。 欲中人群指。 曰, 是以某某其守者。 虚捧依细促, 人皆以为名哲语。 凡人, 欲词无谋, 故者, 中秋省路经仪, 即免死。 因以巧法。 有。 郭似者, 凡似人, 父以经以简等, 随欲赦。 将出, 日与其图治久憨歌达。 数。 或寇以往事, 依依详述之, 亦色洋洋, 自今许。 一。 亦忍于欲。 欲, 无则也, 而道之谜, 亦多以托人于死未公, 而求其情。 其往。 明也, 亦胜已灾。 兼明久于欲, 亦须促表, 頗有其限。 山因信, 以人信欲, 每岁。 至百。 康熙四十八, 已设出, 居愿, 莫然我所示。 其乡仁友人, 者, 应待成之。 盖以非故, 必酒戏, 中吾死法也。 五十一, 赴原设。 简等折述。 探约, 无得赴入此意。 故, 折述者一瞬天府击后, 十。 方东亭浅, 聚求在狱, 后春发浅, 至再三, 等所请, 畅然而出。 选字, 四步从滩, 本, 望兮先生全集, 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三月, 我被关在刑部监狱, 亲眼看到死后从墙的。 口被拖出去的犯人, 每天有三, 四个, 有未曾任过红线的杜军, 站起。 对我, 这是发生瘟疫。 现在天时正常, 死的人还多, 往多道, 每天要死十几个。 我向他询问原因, 杜军, 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 得瘟疫的人, 即使是他的亲属也敢陪伴他同起同卧。 而狱中设四, 各间, 每间分五个房。 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 他在前面墙上, 开一个窗户照明, 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 旁四间则没有窗户, 但是关押。 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 每到当晚就锁门, 犯人的大小都在。 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 到寒冬, 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 很少生病的。 狱中的规矩, 天快时才开锁。 到半夜, 活人和死人。 脚呆脚, 投病投而睡, 没有办法回避, 这样的传染病的人就多。 人奇。 怪的是, 那些大道, 贯贼, 人要犯, 却品质强壮, 精旺肾, 被传染上。 疾病的十个中到一, 二个, 即使有的的病, 随即又痊愈。 那些皆, 死去的, 都是因清罪被关押的人, 以及被迁作证而依法该判罪的。 我, 金师有金赵玉, 有五成玉使私房, 为魔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 死之多。 杜军, 禁打官司, 案情较重的, 金赵玉和五成玉使衙门, 都敢擅自判决, 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茶修的犯人, 都归刑部拘禁。 而时, 四司正负郎关中, 曾经营私者以及掌文书的小, 玉关, 小族, 都拔多关。 鸭人是座有可图, 所以, 稍有千的人, 一定千方百计居不到。 一旦同, 入监狱, 问有罪无罪, 必定戴上手铐脚链, 关进监, 使他们痛苦堪。 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 缴纳保证, 才放他迁出狱外, 狱关估计他家。 财产并敲诈的额, 的前后官就做的分赃。 中产以上的家庭, 都清净。 家财去找人取宝, 赐一等的人家, 只求脱掉料铐, 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 得化费时银子, 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 则被靠得很紧。 作为样子警告其余的犯人, 有时同是一个案子, 案情最严重的, 反而, 能居住在监狱外, 而罪轻或无罪的人, 却遭受其害。 这些人忧愤积节饮食, 起居又正常, 一旦染病, 又缺医少药, 所以往往死去。 我皇上有爱。 习生的品德, 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 每次审查判决书, 必然能再被判。 死刑的犯人终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 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这个样子。 假使人人君子向皇上直言, 处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缘的冲军的众刑犯。 外, 那些罪较轻以及受签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 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 给他们上手铐和奖僚, 这样所保全而国下的人们的青蛙。 或者, 监狱原有的五个房, 定名为时居所, 让那些正在打官司, 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 这样即使实过去的规章制, 也可以稍有毒。 一, 杜君, 皇上开恩, 反犯罪官员住板屋, 如今贫困犯人转道间。 官押, 而大道中却有住板屋的人, 这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哪。 如安置, 在另一所监狱, 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我一起被捕的猪。 先生, 姓渝的青, 和狱中的同观献森某, 先后的传染病死去, 都是, 应该判重罪的。 又有某人因儿子笑碰告他儿子, 所有邻居也被牵关押。 在肩, 呼天喊的一直到天。 我十分感慨, 另一度君所的话广泛核实。 大家所的都相同, 于是我就写下。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 柜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 叫他的同火镜。 去财物, 叫做, 司。 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 穷苦的就当面。 对本人, 如果犯人被处于灵池, 就, 满足我的条件, 就先心, 否, 则, 就先砍去你的四肢, 心还死。 有对那些被处于绞刑的, 就, 满。 足我的条件, 一脚就死, 否则, 三脚三放在家上别的刑具, 然后才让你死。 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 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做抵押品。 因此, 有钱的。 用石, 上百银子做贵, 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 穷的一点钱都没有。 的, 就按以上所的处置。 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异也是如此, 欲望的到满。 足, 宝石就先折断犯人的金骨。 每秋天大绝时, 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战。 十分之三次, 未勾赞的约战十分之七, 但都需付到西式刑场等待命。 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 即使幸而死, 也得并上几个月才痊愈, 有的进程。 终身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的小, 他们何被判刑者, 被捆绑者, 病。 非互相仇恨, 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 如果犯人真的拿出, 最后对他。 稍微宽容一些, 是做一件善事吗? 想, 这是做出规矩警告。 其他犯人, 并且承戒后的犯人, 这样做, 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 掌管上刑具, 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 同我一起被捕, 遭到木质刑具审讯的。 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 被打之后骨头为伤, 并一个多月才。 好, 另一个加贝给钱, 只伤皮肤, 二十天就好, 再一个给贝的钱。 当晚走就像平常人一样。 有人问小, 半人贫富等, 既然从他。 门那都有所得, 何必一定要暗会的多少区别对待。 小, 分别对待, 谁愿意多给钱。 孟子, 选择职业可慎重。 针对养。 行部中的, 家常有假印章。 公文下发道只属中央的各, 都背。 他们按中改, 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 值得人难辨真假。 只有, 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道凭各部的公文, 他们还敢这样做。 法规。 定, 大到没有人, 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 紧刻处死主谋一, 二人。 其余的金丘祭审序, 都可以最简易的, 八配充君。 判决书上奏后, 其中有。 急处死的, 柜子手已先等在门外。 命一下, 就保出, 片刻也停。 有某姓生弟俩, 因为法持公仓, 法规定应当即处决, 案件已经判决。 某欲对他, 给我一千银子, 我让你活命。 问他有何办法, 则, 这个病难, 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 判决书需要改动, 取名载。 判决书后名的, 从犯中没有亲属的, 各单身和患女两个名字, 等判决书加封。 上奏十案中, 要换一下姓名就是。 他的同伙, 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 的人, 却能欺骗主审官, 假如主审官在上奏请示, 我们就没有活。 某欲笑着, 在上奏请示, 我们没有活, 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 他可能为这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 所以, 我们终究没有死的。 道, 后真的这样做, 明末为的各从犯特被处死。 主审官发, 绝后惊讶的张口结舌, 但始终敢追究。 我在监狱, 还轻眼看到这兄弟俩。 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 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 后, 这个欲在一夜间突然死去, 人们都以为是阴曹的府给他的责罚。 凡人的, 词上没有预谋人或故义人的话的, 金丘审归入金。 疑, 就可疑免死。 欲成姬用法无弊。 有一个叫郭寺的犯人, 已。 今四次人, 又已经疑罪简易等, 随后又欲大赦。 将要出欲时, 整天欲他。 的同伙饮酒狂歌通宵达旦。 有人问他过去的事, 他一一详细叙述, 痒痒的。 亦, 就像在自我炫耀似的。 爱, 为污浊, 做多端地欲忍心于贪脏网。 法, 那必去责备, 然而明白至欲之道, 好的官也往往把帮别人解。 托死罪作为功德, 而研究具体的案情。 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 也太过分。 奸诈之徒入狱酒, 就与狱内外勾结, 颇能赚大钱。 山因现有个性。 的, 因人下狱, 每刻一道百银子。 康熙四十八, 因大赦出。 狱, 在外住几个月, 寂寞无聊。 他有个同乡人, 于是就替此人承担。 罪名。 因为根据法规定是故意忍者, 一定要长期敦遇, 但最终, 会被处死的。 康熙五十一, 又遇大赦员减罪充军。 某叹息, 我, 再也能进这监狱。 按旧规定, 被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 其等候遣诵, 当时正值冬季, 遣诵暂停, 某写词要求在刑部间。 遇, 等候到春天遣诵, 他再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 只好失望地开着。 封海荣, 由万唐记, 清大葵, 习之人贵及父义, 则往往为别管已自于, 穷及土木之功, 而我所爱习。 继承, 则的久居其中, 偶一至焉而已, 有终身的智者焉。 而人之得久, 居其中者, 又足以为之。 夫贤公亲秦王氏, 故江峡于此, 而被拥。 者欲于此正要其香之余。 取向国逢功, 其在平时无可自义, 无可称, 而有缘在都城之东南渝。 其广三十亩, 无杂数, 随地市之高下, 静止以, 而宝其堂约, 万之堂。 短墙之外, 其者可望而。 其中静躯而生, 因其蛙与为池, 而其土已。 成山, 池旁皆尖家, 云水消枢可爱。 雍正之初, 与始至今师, 则好游者贤味与言辞的之圣。 一至, 由稍有。 停泄。 再至, 则向之妃嫁于水上者, 今期卧于水中移。 三至, 则凡其所。 直, 斩焉无一珠之存。 仁是富贵之光荣, 其与时生, 盖与此缘等。 然则是狗友以自得。 以其万物污富贵。 彼身在富贵之中者, 方一忧之侠, 又何必追名之高? 以为愿又也灾。 选自同志摊本, 海风先生文集。 过去的人, 富贵到极点, 就往往要建造别墅工自己想, 捷径建。 住一树的精巧, 而习一代价。 等到建成, 却能常常住在别墅中, 指, 是偶然去一次而已, 甚至有的终生都没有去过。 而能够常住在面的人, 却又不去建造别墅。 其实, 贤能的公亲带父皇于国家的事物, 根本没有。 时间不及这种事, 只有庸俗贪非的人, 大都想用建造豪华别墅像家乡那些。 无知的人夸耀, 使他们感到震惊。 康熙朝的宰相, 徐人丰富, 当他在朝任职时, 所做过的事迹没有可。 以指责的, 也没有魔可以称赞的, 只是他有座别树圆在城的东南角。 圆的面积有三十米, 圆中没有一棵杂树, 随着地势的高低, 全部种的势。 树, 因而已写圆中的糖名为万枝糖。 在矮墙的外面, 骑马经过的人, 可以望。 圆中曲曲折折的小通向深处, 用圆中低窝的找的, 建成。 池塘, 又堆积土, 造出甲山, 池塘边都藏满笛, 云彩和池水书。 映衬, 可爱极。 雍正初, 我刚到京, 喜欢游玩的朋友都对我介绍万唐的圣景。 我第一次到万唐, 还多少有些平台水格, 第二次到那, 以前零空架载。 水上的高桥, 已斜卧在水中, 第三次去, 则凡是圆中所种的树, 都像。 闪过一样, 没有一颗唇。 人世间富贵的荣耀, 它总是随着时间有生有, 大概也和这个万唐, 冤一样。 那么世大夫, 如果能够自己有所悟的话, 就应该再羡慕富贵这, 样的身外之物。 那些已经置身在富贵之中的人, 正应当身优也极有。 怎么能搜刮百姓的枝高建造员呢? 孙菊园, 梅花记, 清泉足往。 顺至二已有四月, 江都为吉。 都乡始终公之事可谓, 吉诸江儿。 宇之曰, 吾氏与成未逊, 然仓皇中可于敌人之首已死, 谁为我朝。 称此大劫者, 傅将军使得威凯然人之。 中喜曰, 吾尚未有子, 汝当。 以同性为吾后, 吾尚书太夫人, 普汝朱孙中。 二十五日成宪, 中拔刀自裁, 朱将果真前抱持之, 中大夫, 德。 威, 德威替能执任, 遂为朱将所拥而, 至小东门, 大兵如而至。 马赴使, 马赴使铭路, 仍太守铭欲, 吉诸江都督赵姬等皆死。 中乃称穆曰, 我。 史格布也。 被执致南门, 何说欲亲亡以, 先生孤之, 劝之。 中大, 骂而死。 初中一言, 我死, 当葬梅花上。 至世得微求功之不可。 德, 乃亦依观葬之。 或曰, 臣之拓也, 有清中清一乌貌, 臣白马出天宁门头将死者。 未常屡于臣中也。 自有誓言, 大江南, 岁位中未死。 隐而因或山师。 大起, 皆托中之名, 仿佛臣舍之称相殿。 吴忠孙公召回以其兵客, 直。 至白下, 今红尘愁与之有救。 问曰, 先生在兵间, 省之故扬州阁布时。 功或死耶。 亦未死耶。 孙公答曰, 今从, 省之故嵩山迅曼都师。 红功或死耶。 亦未死耶。 乘愁大会, 即呼灰下驱出展之。 乌呼, 神仙归。 但之, 未言太师以兵解, 吻少宝义以物大光明法缠脱, 时未尝此, 之。 忠义者, 圣贤家法, 其器浩然, 长天地之间。 何必出世入世之念物, 神。 先知, 所谓为蛇化足, 即如终夷孩, 可问已。 百而后, 雨灯上。 雨刻树中一言, 无下如雨, 想荡日为尘光景, 此极中之面目。 晚然可遇, 是必问其果解脱缝也, 而旷暴其未死之名者灾。 墓旁有图前之种, 亦已已有在阳, 凡无死而得觉, 时告其父母。 火之, 无骨慧的, 洋人葬之于此。 江佑王游定, 关中皇尊言, 月东驱大, 均为座传名哀辞。 故上有位敬表张者, 宇文忠兄弟自汉可臣下, 尚有。 人, 其后皆将都目。 是因祸山失败, 普得冒称忠者, 大将八至江。 都, 始世难认之, 终之第八亿已亡, 其夫人少有色, 守节亦。 初世之, 大将厌其色, 欲强取之, 夫人自财而死。 时已其出于大将之所必。 也, 莫敢为之表张者。 乌乎, 终长恨可臣在, 当性之间, 能仗节。 初书究之, 之身后乃有地附影子, 而肿胸公之于乎。 梅花如雪, 芳香。 然, 日有座中辞者, 傅使诸公再从四支, 当另位别是以四夫人, 傅已一辈也。 选自其书舍排印本, 劫其停文集选注。 甚至二四月, 将都被包围, 情况很危急, 都失扬州的改向时可法之。 道局势难以挽救, 就召集众将告诉他们, 我发誓与此臣一起遜憾, 但仓。 处之中我能到敌人手而死, 谁能到时帮助我完成大劫呢? 傅将军。 使得威慷慨的英语。 时可法高兴的, 我还没有儿子, 你应当以同性的。 身份做我的后嗣, 我要写信给母亲, 将你入祖谱的孙辈之中。 二十五日呈现, 时可法拔刀要字, 将军们果然斟着上前抱住。 时可法大声呼唤, 得威。 得威着眼而忍拿刀, 于是时可法被枪。 军们簇拥着走, 到小东门, 清军的兵士像树般密密麻麻的道, 兵马。 父统帅马明露, 扬州太守任明玉, 以及仲将如都督赵姬等都死。 时可, 法就更大眼睛对敌人, 我就是使隔部。 于是他就被抓住 并带到南门。 何硕律亲王用, 先声称呼他, 劝他头, 时可法大骂敌人而备。 当初时可法层下一言, 我死后, 应把我葬在梅花上。 到此时, 使得威找他的尸骨却找到, 就把他的衣帽葬。 有人, 当成被勾破时, 有人亲眼看到石可法, 穿着青衣戴着黑帽。 骑着白马出天宁门头江而死, 未曾死在城。 自从有这一法, 在长江南岸, 都传石可法没有死。 九, 阴山过山的抗敌义军迅猛发。 战, 都假托石可法的名义, 好像陈圣托称项燕之名一样。 苏州孙召回殷勤。 兵失败, 被押送到南京, 金鸿成仇过去同他有过交往, 问他, 先生然, 军队可详细知道 袁扬州的改相使功是真死呢? 还是没死呢? 孙, 功回答道, 今从方可详细知道 原在松山去难的统帅洪公是真死呢? 还是没死呢? 洪尘仇大, 急忙喊叫部下推出他。 可叹道, 那些讲神仙的奇鬼荒诞的法, 言真清太师因师姐而成仙, 闻天祥少法。 也因误得, 大光明法而解脱神仙, 其实并没有死, 他们知道终于是圣。 贤身的根本准则, 那种刚正之气常充沛, 长久存于天地之间。 何必? 用解脱神仙和在世为人的面目出现。 那些关于神仙的法, 正如所谓的话, 折天族。 但旧石可法的遗体, 却是能找到。 百之后的今天, 我。 登到梅花上, 同游客讲述石可法的遗言, 没有一人下如雨, 想象当。 石为城的情景, 这就是中的面貌, 仿佛可以看到一样, 这事必去追问。 他是否真的托人士而成仙, 何况假托他没死的名义的那些人呢? 石可法的坟墓旁, 还有镇江信前的枝木, 也是已留纳在扬州, 即。 五次自裁得死去, 自时告诉父母要将自己火化, 要将师谷在这屋。 慧的土地, 扬州人就把他葬在这。 江西人王游定, 陕西人王尊严, 广东。 人区大军曾为他作传, 传名,写哀词。 但还有未能全被表彰出的, 我听。 石可法的兄弟从汉学世史可成以前, 还有好几人, 后都到江都祭扫。 石可法目, 正逢殷山过山义军失败, 捉到托明而假冒石可法的人, 清兵。 得大将把他押送到江都, 恰让史士门中的男子和父都练任, 这时时。 可法的第八个弟弟已死, 他的夫人清飘, 为他守劫, 也初看这个托。 明者, 大将军看上他的美色, 想抢获取他, 夫人自而死。 当时因为他, 出于大将所逼, 人们设于事而敢表彰他。 可叹蓝, 石可法曾痛恨史可成。 在今为官之时, 政党国家王之计, 能保持节操, 而写奏章谴责他。 怎会知道在自己死后, 竟然有利媳妇以子之身, 即成夫兄所下的光明夜。 即呢? 梅花像雪, 芬香而染尘埃, 将如果有人修建宗慈, 马明妇。 时邓想必要入从寺的位置, 还应当令外见仪式祭祀夫人, 在妇上。 伊贝, 邓乔冰, 季媚文, 清元梅, 甘丁亥东, 藏三类素文于上元之阳山, 而殿以文曰, 乌乎, 乌生余者, 而藏余思, 无相欺百余, 当时虽其梦幻想, 知此为归谷所耶。 乌义夷之真, 遇人品, 至孤为托, 虽命之所存, 天时为之然。 而乌至此者, 未尝非乌之过也。 乌又从先身受惊, 乌刹尖而作, 爱听乎。 人结义事, 一旦长成, 聚功导致。 乌乎, 诗书, 书, 书, 获味, 碧肩真事。 乙桌蟋蟀, 乳奋必出其间, 碎寒虫浆, 同其血。 今语辱, 今语辱葬辱, 而, 荡日之情形, 井然父母。 语九岁, 戚书斋, 五书双记, 披丹间, 温, 滋。 一, 义章, 是先身诈故入, 吻童子音朗朗然, 绝万耳, 呼, 嘖嘖。 此期月望日誓也。 乳在九元, 当恩名寄之。 语若冠月, 乳己常悲痛。 语。 三, 语披公警孩家, 乳从东乡不暗出, 亦家称视而笑, 寄语从何起。 大概长安登坑, 韩时报信迟早云尔。 凡此所所, 虽未沉积, 然我依日未, 死, 则依日能望。 旧事便因, 思之七梗, 如影, 必取是。 悔当时, 将因你情, 既存, 然而乳已在人间, 则虽光道, 而时可在。 而亦无语味正义者义。 乳之亦觉高适而归也, 唐上阿乃, 丈乳扶持, 家中文末, 乳半智。 常慰中最少明经义, 安雅故者。 乳扫非宽义, 而与此为缺。 然, 故自乳归后, 虽未乳杯, 食为雨洗。 雨又长乳四岁, 或人间长者先亡。 可将身后脱乳, 而未乳之先于你去也。 前与病, 乳中消炭, 减一分。 则喜, 增一分则忧。 后虽小差, 由上叶叶, 摸索余浅, 乳床前, 未拜。 观也使可喜可恶之事, 辽之已欢。 乌乎。 今而后, 吾将再病, 叫从何处乌? 乳也。 乳之即也, 乳性依言无害, 远调扬州, 乳又御漆无心, 祖人走报, 及。 至年错已及, 阿乃问, 忘凶归否。 强应曰, 已与先依日梦汝。 绝, 新之祥, 非洲渡江, 果于一位时还佳, 而如意时弃绝, 似之游。 温, 一目未明, 盖游忍死呆如也。 无乎痛哉。 早知觉辱, 则语肯远游。 即由, 亦上有及许心中言要辱之文, 共辱愁化也。 而今已, 除无死外。 当无其, 无幼之何日死, 可已辱, 而死后之有之无之, 云得得。 又醋难明也。 然则报此无涯之汉, 天呼人呼。 而尽以呼。 辱之师, 无以父子, 辱之, 无以代驾, 辱之生平, 无以作传, 为辱。 知尊姬, 尚未谋耳。 仙淫在行, 江广合身, 誓南归藏, 故请母命而宁辅于。 思, 祭扫也。 其棒, 藏辱阿印, 其下种, 亦为阿爷侍者诸氏, 亦为阿凶侍者陶氏。 阳山荒渺, 南望远席, 西望七霞, 风雨成昏, 激魂有伴。 当孤寂。 索者, 无字物引辱枯之师后, 至今无难, 雅雅, 生。 辱死后, 才周罪儿。 雨虽轻在未感言, 而始为发突, 暗自知, 知在人。 尖, 尚复几日。 阿品远观河南, 亦无子, 酒足无可忌者。 辱死我葬, 我。 死谁白。 辱烫有, 可能告我。 呜呼。 生前既可下, 生后佑可知, 哭辱既闻乳言, 便辱佑。 辱食。 指灰飞扬, 朔风也大, 阿胸龟已, 游回头望如也。 呜呼哀哉哉, 呜呼哀哉。 选字, 四部被调, 本, 小苍山访文集。 甘三十二冬, 藏三倍速文在上原的阳山上, 并作这篇文章字迹。 爱。 你身在浙江, 却荡在此的, 远我们的故乡七百, 当时已疾。 使作梦, 幻想, 也怎会知道这竟是你的买骨所在呢? 你因为坚守从义而终的真结观, 下一个品德败坏的丈夫而被淫。 弃, 已至现在孤苦的境地, 虽然这是命中注定, 是上天的安排, 然而, 你到这种地步, 也未尝试我的过错。 我幼时跟从师颂四书五。 今, 你同我并肩坐在一起, 爱听那些古人的结义故事, 一旦长大成人, 你, 即亲身实践。 爱。 要是你懂的经书, 也许未必会像这样鼓手真结。 我捉蟋蟀, 你紧跟我吕袖身臂, 抢着捕捉, 寒冬蟋蟀死, 你又捅我。 一起挖血埋葬它们。 今天我收你的尸体, 给你安葬而当的种种情景, 却一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九岁时, 在书房休息, 你书着各法迹。 披一件细卷单一敬, 共同温习, 诗经, 中的, 滋衣, 一章, 刚好诗。 开门敬, 听到各孩子狼狼的书声, 敬微笑起, 声, 嘖嘖称。 赞, 这是七月十五日的事情。 你在九劝之下一定还清楚地记得。 我二十, 岁去广东, 你牵住我的衣裳, 悲伤痛哭。 过三, 我考中进士, 依井孩。 香, 你从东乡房扶着长桌出, 一家人更着眼相视而笑, 既得当时化世。 从哪起, 大概是些在精神考进士的经过情况以及报信人的早, 晚等等吧。 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 虽然已经成为过去, 但只要我一天死, 就一天也能忘却。 往事堆积在我的胸中, 想起, 心头飞得像被堵。 是的。 它们像影子一样似乎非常清晰, 但真要靠近它抓住它, 却又。 我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些儿时的情, 一条一条详细的记下, 然而移。 在人间, 那么即使光可以到回去, 儿童时代可以重新过, 也没。 有人为他们对照证实的。 你与高家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 唐尚母, 依仗你照扶持, 家中的。 文书事物, 期待你去办。 我曾经以为父中很少明白经书的意义, 熟。 古代文物典故的人, 你嫂嫂并非够温柔和顺, 但在这方面稍有足。 所, 已自从你回家后, 虽然我为你而悲伤, 对我自己却很高兴。 我又比你, 长四岁, 或许像世间通常那样长的先死, 那就可以将身后之事托付给。 你, 却没有想到你比我先开人世。 前些我生病, 你整夜都在打听。 探望病情, 减轻一分就高兴, 加重一分就担忧。 后虽然我的病情稍有好。 转, 但仍犯过犯起, 感到没有抹好取消前, 你到我的床前, 讲一些。 拜官也始终使人好笑和使人惊奇的故事, 给我带一些欢。 爱, 自经你。 后, 我如果再有病痛, 教我从哪去呼唤你呢? 你的病, 我相信医师的话已为要紧, 所以才远游去扬州。 你又怕我。 心中忧郁, 让别人给我报信。 直到病理垂尾时, 母亲问你, 盼望哥。 哥回荒。 你才勉强答应, 好。 就在你死前一日, 我已梦你。 绝别, 心知这世吉祥的, 急忙非洲渡江赶回家。 果然, 我余味时到家。 而你已在时停止呼吸, 四肢上有余温, 一只眼睛还未必紧, 大概女孩。 再忍受着死的痛苦等待我回吧。 爱。 痛心呢? 。 早知要和你绝别, 那我。 怎么肯加远游呢? 即使出外, 也还有多少新话要让你知道, 同你一起。 商安排呢? 。 如今晚, 除非我死, 否则就没有乡的日期。 可我又知, 到哪一天死, 才可以到你, 而死后究竟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 以及能乡。 还是能乡, 终究是难以明白的哪。 如果如此, 那么我将终生抱着这, 无穷的遗恨, 天啊! 人啊! 竟然这样玩吗? 你的诗, 我已经复印, 你的儿, 我已替你嫁出去, 你的生平。 我已写传记, 只有你的墓穴还没有安排好。 我家祖先的坟墓在杭州。 但是将广合身, 是难将你归葬到祖坟, 所以请示母亲的义儿把你安葬在。 这, 已于祭奠扫墓。 在你的墓棒, 葬着你的儿阿易, 在下面还有。 各坟墓, 一个是父亲的嗜妾诸士, 一个是我的嗜妾逃逝。 阳山空旷阔, 朝南是一片宽广的平地, 希望面向着七峡山, 风风雨雨, 清晨黄昏, 你这。 各基在乡的金魂有伴侣, 当至于感到孤独寂寞。 可的是, 我自。 从勿引你写的孤直诗后, 至今没有儿子, 各牙牙学女的儿, 在。 你死后出生, 才只有一周岁。 我虽。 我虽以五亲健全而敢自己, 但使牙牙。 动, 头发一凸, 自己心知道, 在这人世间上能活几天。 阿平地远在河南。 为官, 也没有子, 我家九族之内没有可以传宗接待的人。 你死有我安葬, 我死后有谁埋葬呢? 你如果死后有的话, 能能告诉我。 爱, 生前的事既堪想, 死后的事又可知, 哭你既听到你回话, 既你又看到你响识。 指前的灰烬飞扬着, 风在旷野险的猛火。 回去, 但又回过头看你。 爱, 真悲痛哪。 爱, 真悲痛哪。 黄瓶, 书柴, 青圆梅, 己未东, 余夜孙魂定功于宝定制服。 坐府定, 婚起, 清河道之余。 白氏, 余碧东乡, 窥毁丈夫期时许, 高框, 大桑, 白须飙飙燃, 口心。 水万言, 心知能望。 后二十, 公促已久, 宇殿于白下市。 纵至于, 坐客格文, 乔先生曰。 自柴, 齐男子也。 田文靖都河南, 言, 提, 正, 私, 道以下, 受。 鼠, 鼠微景, 无由目视者。 孝麾下, 一日, 命斋中目印, 急涉中目。 畏为, 大不知一, 草官, 齐, 驢入境。 赴百福而道苦之, 再拜问序, 曰, 吻有功替吾, 可。 再开封之逢。 曼曰, 问云何。 曰, 吴贤, 忍其去顾也。 又, 如依官者促促然谋曰, 好官去可惜, 四功, 何素之。 或搖手曰, 多。 田都有, 虽识功悉能畏, 且方取其官而代之。 肯舍己从仁焉, 心静之而无言。 至献, 茂温温情雅。 依入, 曰, 应, 呆功久余。 拱守曰, 官功茂, 背拂, 非豪纵者, 且贤称造愚。 世民, 辅下而互亏何耶。 曰, 某, 滇难万万人也。 别母, 由今。 诗时, 得忠目, 借奉一母。 母智, 备何, 命也。 言未必, 弃。 曰, 无耶圣, 聚, 聚汤欲抹。 敬亦别事, 且欲且思, 亦能无动。 九, 集盆。 水氏曰, 依凡而者, 非夫也。 聚一观词, 大经曰, 功何之。 曰, 知。 与之应, 受, 强之曰, 无功。 直应坑然, 立身。 曰, 君非之财者。 敬马时去。 何亦是名焚香送之。 至, 仙夜思告之故。 皆曰, 汝并丧心耶。 以所为, 他都辅游。 可, 矿田公耶。 明早一元, 则思仙载。 在, 明指未投, 何源传呼入。 田公南象座, 念铁色, 盛气云之, 庞思, 道下文武时余人, 逆曰, 如。 现世而, 何也。 曰, 有所情。 曰, 印何在。 曰, 在中。 悟。 曰, 交和人。 曰, 田公甘孝左右故曰, 天下斋。 应者有事曰, 皆曰, 无知。 思奇谢曰, 某等教士王素、 至。 有狂背之源。 请公并和父母等延续同党行并已成余观 免观前 叩守大言曰故也 待遇言之寓意含事已求官顾河南 得观 忠目喜盛恨夜排牙世事 亦入尽时知名心如是 是心如 是其人知亏躺互又如是 民工已知其然而欲往 欲估名欲空 守规欲知罪也 民工未知其然而欲往 欲归成名 请公一指数 父大君子爱财之心与 圣上已孝至天下之意 公已为无可哀 则欲再往 取应未知 然 公元外观时 皆求应得者也 愈何人 敢命公一夜 天公默然 私募之退 先走出 至乌六怪 天公变色下间 乌曰 入柜 又招曰 前 取所带山古官赴头 探曰 其难 此 此官已辱待业 为辱 无己物何咸缘 但输去与 何 约 约 日 约 五日快马能追也 约 公有恩 欲能追之 欲少 十能日三百 公果欲追书 请自建一之以为信 公许之 岁 五日而书还 中目尽无量 以此名闻天下 先是 才父猛为广东提督 与三番要蒙 才七岁 为质子于吴 吴王作朝 才皇甲山 待貂蟬事策 少豪胜 疏弼 日与吴王仗下 建而学 银月勾促 直途赌跳之法 故武艺游绝人鱼 选字 四部被调 本 小苍山房文集 甘四的冬天 我在保定职 总督腐败 总督孙文定功 刚刚坐定 守门人静报告 清河道之御前陈述工作 我就到东乡房去 回避 暗中看这位回顾的男子 约七十多岁 大眼睛 宽额头 白不须闪 闪发光 讲述水情况有条有 扬扬万言 我心中十分惊 一直 能忘记 二十后 宫已经去世很久 我在南京市家中庭 宇佑 仁畅笃经 谈道宫 座中有位客人 格文乔先生 知欲 自柴 是一位其男子 当时田文进任 河南总督 为政严历 苛刻 提 政 司 道及其下属 奉命守职 及其谨慎 在敬田文进时 没有人眼睛感动张希望 公就在田文进部下工作 有一天 田文敬命公去摘取 中墓县县的官义 并就此带县 公采取改装前去的办法 穿着粗布衣服 戴草帽 骑着女子进入中 木陷阱 指百位人互相搀扶着 在大上探苦发愁 公走上去 再讯问原因 回答 听有位公要接替我们的县 客人您在开封知道这 是吗 公不易问 你们问这个坐摩 回答 因为我们县县 您忍心让他去之故 又走紧 看许多书人聚集在一起 商议 好官走可惜 等宫 何去向他申诉 有人就摇手 多 田总督早有命 即使有十个宫 又有魔办法 何况宫正式 取代县职位儿的 怎么肯自己做官 而让给别人呢 宫听 心非常尊敬县 但没有坐身 到县衙 县得像帽温其衙 他向宫作医 请宫进去 官艺已经等宫很久 宫也向他 宫守回 我看您的形象化 衣着服饰 并是奢侈放荡的人 而且在书人和百姓中间 盛传着您的贤名 怎么会刚刚上任就亏空 国库呢 现回答 我是远在万之外的云男人 与母亲分别后 在京师游学时 才得到中沐县之职 因此借奉迎迎母亲道 母亲 道 却被弹和去官 这事令老 话尚未讲完 哭 公 我已 受暑热 就准备热水 让我洗个澡 爸 就一直走到别的房间 中去 一面洗澡 一面撕 内心能有所感动 像很久 他举手敲 浴盆中的水 发誓 如果按照常规事 就是大丈夫 于是他 穿戴好衣帽向献告辞 献大经 问道 您到哪去 回答 到去 交给他官应 他接受 献坚决要给 要 因为我而民 公将官应 坑冉一身 执在地上 立身 您还知 到我柴的为人 竟拍马飞驰而去 全县的人民 都焚香送他 到以后 公先去拜 不正司和按查司 禀告事情的前后经过 司都 你犯丧心病吗 像你这样的做事 在别的总督徐府面前上 且许可 何况是填宫呢 第二天早上 宫到衙门时 司长官已 今现在 明片还没有投进去 全压门已经在船 公路内 至填宫朝 男儿坐 脸色铁青 气很甚的在等着他 旁排着司 到以下文物观 冤识于人 填宫斜着眼看宫 你拐献事而 做磨 公答 有事要报告 问 观印在哪 答 在中目线 又问 交 给磨人 答 线 填宫一声笑 朝着左右看看天下 有这样去摘印的人吗 都回答 没有 司法上其向天公认罪 这是我们平时没有交界 以至有这样狂妄费的官员 请您将知 欲也一起撤职 把他交给我们 让我们严厉审去他们党劫派作弊的罪 以警戒其他官员 知欲脱下官报 向前扣头 大声道 本 应当这样 只是让我讲明一下 我是一个贫寒的书人 因为想谋求一官 扮职 所以到河南 我能得到中沐县之职 高兴非常 恨能夜旧 摆起一杖 即办公事 没有想到一路陷境 耳闻目睹现在摆信心 墓中的印象静这样好 世代福对他也是一样 等到他本人 知道他多用 您必诱是这样的缘故 假如大人您已经知道他的情况 而令我去 我会 自己孤明掉狱 而空守规 那是我的罪 如果大人您知道他的情况 而令我去 我会向您明这些原因 请示大人的意志 这样或许可以 辜负大人爱财之心 以及圣上主张 以孝至天下的意志 您是认为 现没有魔可以哀的 那么我再去取应也并值 然 大人员门外 有十名官员 都想求得一个观应 而得到 我是魔人 感为谬 你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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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宫 天宫听我 然言 思给宫地 颜色叫他退出 知欲也到 先走出去 刚走到屋檐外 田宫便面色走下台阶呼叫知欲回 宫之内跪下 田宫又招呼他向前 然后取下自己所佩戴的 珊瑚关带在宫头上 探秦哲其男子 这顶关帽应该给你戴 没有 你我几乎错误的撤掉闲关 可惜给皇上的奏章已经送出去 没有办 吧 恭问几天 回答已经五天 即使快马也追上 恭大人有恩我能追孩 我轻时能一天走三百 大人 真要追孩奏章 请赐给我一支箭作为信物 田宫应语 于是恭马 上就走 过五天奏章追孩 忠目献最后太平无事 从此恭敏闻 天下 在此之前 柴的父亲曾任广东提督 应受三番胁迫 与他们结 蒙 当时柴只有七岁 被作为人质押在吴三贵处 吴王上朝时 柴穿 建皇家衫 头戴插友貂蝉的五官帽子 是在旁 他亲英豪 书完毕 每天与吴王上下的剑儿 学习古秦国 越国作战时所摆的军阵 以及职徒 赌跳跃等各种武技 所以他的武艺尤其超人意等 黄平 万思同先生传 清钱大兴 万先生思同字迹也 迎人 高祖表明都督同之 父太 明崇祝离子 举人 顶格后已经十分寿诸子 各名一家 先生其嫂子也 生而明 疏过目望 八岁在客座中被送养子 法言中篇诗一字 十四五 取家所藏书便知 皆得其大义 于姚皇太充裕有上 先生与凶司大皆失 士之 得文及山士之学 以圣读为主 以圣贤未必可及 事实有上有如 今会 先生最少 欲有一意 折片言兮之 术法未尝未识文 专义古学 博通诸史 由首于明代掌户 自宏母至天启 时接能按诵 尚书徐公甘学 文其明朝至之 其传通考 先生与定言 会照修 明史 大学士徐西元文卫总裁 遇见入史局 先生子 乃言主其家 以堪修为之 原文博 记之者大学士 张公御书 成功停进 尚书王公洪旭 接言请先生有家 先生素以明史自认 又并堂以后设局 分修之师 常约 习迁 故才记杰出 又成复学 故使性而言吻 其后 专家之书 才虽改 由未至如 观修者之杂也 譬如入人之事 始而舟 其堂请宴弊 继而知其续产俗 久知其难少 常性至刚柔 轻重贤于无 习茶 然后可置其家之事 观修之始 仓足而成于众人 瑕则其财 知以与世之习 事由昭示人 而与谋世中之事也 无所隐私使局而就管总裁 所者 唯恐众人 分操歌 使一代至 贤尖之机暗昧而名 而 又曰 使之难言久 已 非是信而言文 其传显 阿 曾谋所积未尽以后 贤尖世纪暗昧而名 犹如迁 故知闻世也 而在金则世之信 流南 盖俗 知偷酒意 好因心 而悔欲随之 一家之事 沿者三人 而其传各已 曠百之久乎 言语可屈腹而成 事迹可遭空而构 其传而播之者 未 必皆知道之也 其闻而书之者 未必有才别之也 非其是 知其人 而据其表 则无以为信而仍受其往者多已 无少管于某事 其家有 朝时 无而详之 常有四方 就顾家长求遗书 拷问往事 旁吉 拒至一成 杂家至传之文 迷惘 而要以实位指规 盖世者 知在其事与言 而我所增世者也 因其事 依靠其事 合其言而 品心查之 则 其人之本末时 得其八九 然言之发 或有所由 事之端 或有所弃 而其 或有所机 则非他书能聚也 凡时之难想者 无以他书正之 他书之 无且者 无以所得于使者 才知 虽敢畏惧可信 而是非之枉于人者 先 义 习人于 宋始 以并其凡无 而无所述将被焉 非之减之为为也 无恐后之人物 博而知所财 故先为之极 使之无所取者 有可损 而所 取者 必非其事 与言之真 而可亦也 建文一朝无时 也始因有训国出亡之 后人多信之 先生直断之 约 子敬成无水观 无可出之 鬼门亦无其地 成祖时 称 简 文和宫自焚 上望宫中焉起 即遣宗始网旧 至已即 宗始初其失于 火中 海白上 所谓宗始者 乃成祖之内奸也 安恳以后失皇其主 而 清宫之日 宗渊平御 未建文所属义者 主义独考 苟无自焚 时聚 肯 大之焉 且建文登集二三 相夺清班 曾无宽甲 以至焰王称兵犯 却 逼迫自语 即使出亡 亦世世穷尽 未知殉国可乎 由世建文之 书法遂定 在兜门时余 世代夫就问无虚日 每月三会 听讲者常识人 于前使体贯穿经手 指承德师 皆众恳请 知己 正乔诸人能及也 马 班使皆有表 而 后汉 三国 以下无知 知己为 得知为 亦 失之未损 先生 先生 则 曰 实之有表 所以通 寄传之穷 有其人 入寄传 而表之者 有位入寄传 而迁以表之者 表而后寄传之文可 顾表可费 实而表 非生于时者也 康熙人五四月促 十所者 代十表 十卷 济元会考 四卷 妙志图考 四卷 如宗派 八卷 十经考 二卷 接刊 又有 周正会考 八卷 代宰府会考 八卷 宋记中意 十卷 仪式 一卷 更生君 仪式 一卷 群书一变 十二卷 书学 会编 二十二卷 昆和元考 二卷 何曲考 十二卷 十元诗文 即二十卷 宇皆未也 甘初 大学士 张公 庭御等奉照 刊定 明史 以王公 宏序史 稿 未本 而增损之 王室 稿 大半 初先生 首也 选字 四部 从贪 本 前年 唐文集 万思 痛先生 自济也 是一线人 他的高祖万表 是明朝的都督同之 父亲万太 是明朝崇祯九的举人 清朝代明以后 他把金史之学分别传授 给几个儿子 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门 万思同先生是万太的小儿子 生下 就常聪明 输过目望 八岁 八岁时曾当贺人的面被送梁雄的法言 全篇差一字 十四五岁时把家的藏书全都拿月都能会其中的 主要意思 于摇晃宗西先生 住在波 万思同先生 与哥哥万思大都拜他为 师 学到吉山宗周先生的学 就是以圣独为主 认为圣人贤人 得到的学问是能赶得上的 当时波有各五金会 其中万思同先生领嘴 小 但每遇到讨中有疑难的地方 他总是几话就能把疑难分析明白 他青少时没有做过八古文 专心学习金史师傅 通小代史书 对明代 得智人物尤其精通 从红武朝到天启朝的时都十分熟悉 尚书徐甘学 听到他的名声 把他请到自己身边 徐甘学撰写 通考 万思同仙 身协助家定稿 正逢赵修传 明史 大学是徐元文任总裁 想推荐万思同先生领 是使馆任职 他急推辞 于是徐元文就聘请他住在自己家法修订 编撰写的事委托 帮他 徐元文职 既任他职务的大学是张玉书 陈平静 上书王洪旭 都聘请万思同先生 接待玉也加忧后 万思同先生一向 把传写明代的史事为己任 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后开设使馆 分头修传而 造成的失误 曾以前司法迁 班部才能既结出 又继承父辈的学 问 所以叙事详识 而语言富有文采 此后史家司传的史书 才学虽然比 上司法迁 班部 但还至于像观修的史书那样杂 修史好比一个人道 别人的家去 开始周熟悉他家的厅堂 寝室 坑测和浴室 继而了解 知道他家的积蓄 产业 结合习惯 时间久他家难少性格气质的 刚强柔弱 地位高下和智慧显于 没有了解和熟悉的 这样以后才能 才断他们家的事物 像观修的史书 从黄修成于众人之手 对于修史的 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 事宜和职事是否熟悉 这就像招呼一个过人 与他商家中的事一样 我所以要辞去民使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浴居于总 财家的原因 财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 互相割使一代的质已变 贤 人与奸贼的世纪昏暗而明霸 他又史书的难修这种法事由 以酒喝 世纪是详详详而且富于文采 他的传世会广泛的 这酒 世敖曾拱所讥笑的未尽以后 贤人与奸贼的世纪之所以昏暗明 是由于没有司马迁颁顾的文采的缘故呢 但是在今天则以济世的祥识味 男原因在于苟且满的风气有已久 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通缉 何称赞也就跟着一个人的事迹 由三个人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 就各相同何况长达几百个诗呢 盐可以歪曲富贵编造 世纪可以凭空想象虚构 那些传播盐和世纪的人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 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 未必有辨别判断的去意 世纪的得失见别人物的忧从而完整的看到他的外表和内 那么我认为世事实但别人受他歪曲的只是很多的 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 家有名在的各朝时我把他熟而详细 长大后由四方到旧时官 换人家向人们请求借前朝的书籍文稿 考察和询问往事 广及周宪邦 至何各家司传的记载 如在搜考之 但总的还是以时未踪 只 因为时事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而没有魔增山修士的 根据他所处 的时代考察他的事迹和对他的言 公平的考察这些言 那么这个 人的生平时末详情十分钟能得到八九分 但誓言的发表或者令有缘 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情因 而在他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 那就 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能全部搞清 凡事实中难以求其详情的 我 用别的书做佐证 别的书歪曲失实的 我用从时中得到的才加以判断 虽然感觉全部可信 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 过去人们对 宋史已经嫌他凡所无杂 但我计数的将比他还要增加一倍 这是我 知道简约的可贵 而是恐怕后人求广播而知应该有所剪裁 所以先 走极端 使他们知道我所收取的还有可以删减之处 而我所取的都必定 是真实的世纪语言 从而加可增议 明在建文帝一朝没有时 也始于是有建文帝 和公自焚 皇上旺宫中烟火四起 急忙派遣 在建太监前往救火 到那已经 即太监从火中翻出他的尸体 回报告皇上 所谓太监是成祖 的太监怎么肯把建文帝皇后的尸体欺骗他们的主子 而且清宫的十 后原先被建文帝 所亲信的宦官 平非逐个遭到独行拷问 如果没有自分的 确实根据成祖怎么肯下大肆搜狐的命呢 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尸 三内 萧国敬亲藩王的事 一点也没有宽恕容忍 以至于燕王起兵宫 战京城 自己被迫自尽 即使是逃亡 也是世穷尽 可以称这位殉国吗 从此 明史 关于建文帝的祭台办法就决定 在京时景 是大夫们没有一天请教 每个月加三次讲解 学问的聚会 听讲者经常有几十个人 他对于前朝史书的体容会贯通时 分熟悉指点陈述各时的优缺点 都重要派之处 即使是知己 正巧 等史学家都比上他 司法迁的 实际 班户的 汉书 都有表 可 后 汉书 三国制 以下的史书都没有 知己 有表上有益处 五表也上有损失 万思同先生则 史书的 有表 是未贯通本 既 传技术的族 有以写入本记 传在在表中加以记彩的人物也 有没有写入本记 有没有写入本记 传而 因史事 牵涉在表中加以记彩的人物 表编成之后 本记 传的文字就可以 所以 表在史书中可被除 史书 而 表 是深入研究史的人 万先生康熙四十一世世 想十 他所住宿的 代史表 十 卷 纪元会考 四卷 尿制图考 四卷 如宗派 八卷 十经 考 二卷 兜克应试 幼者有 周正会考 八卷 代载福会考 八卷 宋记忠义 十卷 一试 一卷 更生均一试 一卷 群书一遍 十二卷 书学会编 二十二卷 昆仑和元考 二卷 和 曲考 十二卷 十元诗文集 二十卷 我都没有到 甘初 大学 是张廷玉等奉兆定稿刻印 明史 用王洪旭的明史稿 为基础而加 以曾山王洪旭的明史稿 一大半是由万思同先生编撰的 成价和 相关资源加到我的最爱添加相关资源 登泰山记 清谣乃 泰山之阳问水溪 其阴 济水东 阳谷皆入问 阴谷皆入计 当其南分者 古长城也 最高日关峰 在长城南十五 以贡 什么 自经十之深 风雪 其和 长青 川太山西 古 月长城之县 至于泰安 式月丁卫 与之府朱 孝淳子 以榴南路灯 四十五到皆七十位更其及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 中谷绕泰 安城下立道远所谓环水也 于始寻已入到少半月中复寻西谷 遂至其滇 古时登山寻东谷入 道有天门 东谷者古贵之天门西水 于所至也 经所经中及山边亚县当道者 也皆为之天门云 道中名物 兵邓己可登 及济上苍山附雪 明竹天南 望晚日照成波问水 卒类如画而泛山居雾待燃 雾生会古故与子饮坐日观亭待日出 大风阳兮宫 大风阳积雪吉面 亭冬自 足下坚于慢 烧云中白出福食者山野 何体迟天晚上天朝明北下附日风 冬天宫 宫天骗元日后 日上张愣 廷西有代辞,又有陛霞元君辞,皇帝躬在陛霞元君辞东,是日,观,道中时刻,自唐显庆以,其远古刻竟办施,辟当道者,皆及网,山多石,少土,石仓黑色,多平方, 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下,皆平顶,冰雪,无铺水,无鸟兽阴机,至日关内无数,而雪与人稀奇,通城遥奈记,选字四部从滩本,其报宣文集, 泰山的南面,温水向西去,泰山的面,济水往东去,山南面的,山谷的水都浸温水,山面的山谷的水都注入济水, 在阳谷和阴谷,分界的地方,是古长城,最高的日关峰,位于古长城南面十五的地方, 我在干三十九十二月,从京城冒着风雪启程,经过齐河县,长青,县,穿过泰山西部的山谷,越过古长城的界线,抵达泰安府, 这个月的,丁卫那一天,我和知府朱孝春,子宁,一起从南面山脚登山,四十五的,山全是用石板细成的,台阶有七千多级, 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中间,山谷中的水绕过泰安城下,这就是历道远所的,环水,我们开始顺着, 中午进去,走一小半,翻过中,再顺着西塘的山谷走,就到山边, 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边的山谷进去,上有天门,东边的那道山谷,古,时候把它叫做天门溪水,我们没有到达,这次经过中到山顶,也有项门, 护一样的山崖横在上,一般人都管它们叫天门,衣上云雾弥漫,有,冰狠,时即几乎能攀登, 等到登上山顶,只剩青色的山沱着白雪,明的照耀着南方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下的泰安城,问水,除赖山如同, 图画一样,而半山腰屏着的云雾像一条带子似的,雾身这天是月底,五的时候,我和子盈一起坐在日观亭上,等待着, 日出,大风卷起鸡血铺打在脸上,日观亭冬雁从脚下起全是弥漫的云雾, 隐隐约约的看到在云雾中有几十颗像白色的头子一样的东西站着,那是, 一些山峰,在天的尽头,云层中有一线奇特的色彩,片刻之间,变成五,光石色的彩霞,太阳升起,颜色纯红像朱砂,底下有一片晃动的红光托着, 他,有人,这就是东海,回头看日观风已熄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着, 有的没有照着,有的红,有的白,颜色挫杂,都像弯腰驱背的样子, 日观亭的西面有代词,还有陛侠缘君词, 皇帝的宫在陛侠缘君词的东面, 这天,观赏沿途的各种时刻,都是唐高宗显庆间以后的那些, 待久远的时刻,全都磨灭缺损, 偏僻而在边的时刻,都急, 去看,泰山上石头多,土少, 石头是青黑色的,大多方阵有棱角,很少有, 远勤的,杂树少,松树多,生长在石缝,都是平顶的, 到处是冰雪,梅,有瀑布,也没有苗兽的声音和踪迹, 到日观峰的极内没有树,而积雪深, 到人的膝盖,同城人摇乃记, 高见宗,远随远君勿至名, 清调乃, 居前唐远氏,惠梅,自子财, 其是在关,有名基影, 解关后,坐远将, 宁西成居之,约随远, 是称随远先生,乃游着余, 祖会诸语,考会兵,书, 父红,皆以平游墓四方, 居之少也,未学自成, 二十一,自前唐至广西, 书父于许府墓中, 许府公红一之, 是以同不赴,救,圣归, 会开国学红瓷科,即举军, 十举二百余人,为军最少, 即是抱罢,中甘, 物武科顺天枪事, 似臣近事,改述其事, 散管,又改发江南卫之县, 嘴,后调江明之县, 将务俊义,南志, 实隐文端公卫总督, 最知君才,君义, 欲试尽其能, 魔所回避,事无举义, 继而去植家居, 再起发陕西,府, 即陕遭父丧归, 终居江, 居本以文章目汉有声, 而不并外, 即位知县, 者才以, 而是促进, 自闪归, 辅四时, 遂觉亦是幻, 尽其才以为文词歌诗, 足迹造东南山水, 家畜皆辩, 其归其幽秒, 亦发于文章, 以自喜其异, 四方式至江南, 必造, 随缘同诗文, 己无虚日, 居缘管花族水时, 幽生静, 至灵见祭聚, 皆经, 好, 所以待兵客者甚甚, 与人卷, 人善称之荣口, 后尽赏, 诗文一言之美, 君必能举其词, 为人送焉, 君古文, 四体, 皆能自发其词, 通乎古法, 鱼味诗, 由纵才所致, 是人心所欲出能达者, 其未达之, 是多仿其体, 故随缘诗文集, 上, 自朝廷宫清, 下至世景复范, 皆知贵重之, 海外求, 有求其输者, 君, 是虽险, 而是为百余, 集山之, 或文章之名, 盖位有集君也, 君时初, 是为密水, 其考自远县制, 以子少, 无能, 是名, 仿诛也, 兼约, 无意有少缘之县, 乃大好官也, 考乃系, 入官舍, 在江长朝制室, 叶赵室已久复诗, 而由多名记, 江世终以所叛事, 作, 歌曲, 刻四方, 君以为足道, 后觉御人数其至于, 君足于嘉庆, 二十一月十七日, 八十二, 夫人王室五子, 辅从父弟, 术子通位子, 既儿侧是中事又生子时, 孙儿, 约初, 约洗, 始居藏父母于, 所居小苍山, 宜命以己父, 家庆三十二月于毛, 赴藏小苍山墓佐, 同, 陈瑶乃乃以君与先世有交, 而乃居江, 从君游醉酒, 君末, 遂未知名曰, 月有其旁, 才夺以风, 出可穷, 匪雕而攻, 文士世宗, 明月海邦, 爱, 如其冲, 其产月中, 载官已将, 已已中, 世千同, 明世幽宫, 选字, 四部从滩, 本, 其报宣文集, 元君世前唐人, 明媒, 自子才, 他任职期间, 在官场中有名望正记, 辞官之后, 在江西城修建一个园居住, 称随园, 当时人叫他随园先, 生, 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字形大小, 祖父明乙, 父亲民兵, 叔父明红, 都, 因为贫困而到各地去荡墓, 园居少时, 书自学, 有所成就, 二十一, 岁, 从前唐抵达广西, 到巡府衙门中探望丹任务的书父, 巡府红大人, 一面就觉得他与众同, 叫他写一篇, 同古父, 世事才学, 元君很快就, 碗篇, 文词很规, 恰逢国学红词科开考, 红旧举荐援军, 当时拱, 举荐二百多人, 援军林最小, 结果应世宝, 甘三顺天府相逝, 考中举人, 第二成为靖世, 改汉院述其事, 学习其满, 改派到江南, 作县官, 最后调任江陵之县, 江本是大都市, 智, 当时隐文端任, 总督最了解元君的才能, 元君也尽自己的能办事, 没有魔必尽, 因此办事没有成功的, 酒瓷官回家, 后再次启用, 被派往陕西, 刚到陕, 西, 因父亲去世而返回, 此后一直居住在江, 元君本英文章出色, 入选汉院, 也有声望, 但初公益的被排挤外, 放, 等到坐之线, 显示才能, 却又始终得到升迁, 从陕西回的时候, 刚四十岁, 就断绝做官的头, 把他的全部才华都用到文词诗歌上, 东南地区的山水圣经, 都有他的游踪, 纳归旗, 幽岁旷远, 全都表现, 在诗文之中, 自我遗愿, 随心疏意, 各的的疏人到江南, 都要前往随, 源头赠诗文,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园君的园管设, 有花, 竹, 水, 石, 幽深静, 景色秀, 至于建筑, 器具, 也都很精美, 用款待客人的东, 西很丰盛, 源君因情好客, 亦和人交往, 看到别人好的地方, 总要把他, 出, 后辈人的诗文, 即使只有片颜知语是美的, 源君也定能举出者, 蝎字, 送给他人听, 源君的古文, 篇文, 都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通晓古人的作文之法, 至于写作诗歌, 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气功, 一般人心想而难以表述, 的意思, 源君都能表述清楚, 因此许多书人仿效他的诗体, 所以, 随缘, 诗文集, 从朝廷达官到市井小名, 都懂得贵重他, 海外求活也有人, 寻取这部书, 源君是幻虽显赫, 然而时认为一百多的充分响, 受删的去, 获得文章的圣名, 恐怕没有及得上源君的, 源君刚入仕途的时候, 曾认立水县, 他的父亲从远方到丽水县衙, 所在的怀疑儿子亲缺乏式的能, 曾以满自己的姓名到民间查报, 大家都, 我们县亲的源之县, 真正是个好官啊, 源君的父亲这才, 高姓的进县衙, 在担任江名之县的时候, 曾经早晨至政务, 晚上邀集, 书人一起饮酒赋诗, 著名的义士多, 江的茂场所中, 有人把源君所审的案件, 编绘歌曲, 勘客播四方, 源君认为这些值得一谈, 后, 决议要别人计数他做官事事的成绩, 源君于嘉庆二十一月十七日谢氏, 享八十二岁, 夫人姓王, 没有, 生子, 抚养堂帝元树的儿子, 元通作为自己的儿子, 九, 偏房中世又生, 儿子名叫元池, 有个孙子, 一个叫元初, 一个叫元喜, 元先, 元君把他的父母安葬在住的小苍山的面, 下以主将自己与父母合葬, 嘉庆三, 十二月与某这一天, 元君安葬在小苍山父母墓地的左侧, 因为元君与同城, 人姚奈的先被有交易, 而姚奈又住在江陵, 与元君往时间最长, 元君去, 是, 于是为他写一篇名文, 高德少学广播, 著作丰硕, 才思无, 穷, 是雕琢, 自然而攻, 文是宗法, 名波海外, 和蔼可亲, 清虚淡薄, 生于月的为官兵将, 幽中, 带童目, 是为名文, 克此幽宫, 高见钟, 哀言传闻, 清光钟, 干三十五十二月与某, 一针言传果, 坏传百有三十, 焚集死者, 千佑四百, 适时严刚皆直达, 东自泰州, 西极于汉阳, 转运半天下烟, 唯, 一针挽其口, 墙必空, 树将而, 望之已成, 一戏并命, 欲未哭, 厄运, 可非邪, 于时玄明告成, 万物修习, 穷因和宁, 寒威, 黑省罚, 阳光夕, 群宝方夕, 割恶厌食, 死气交缠, 世面为莫, 夜使下, 金镖勃发, 万俏号, 地脉汤诀, 大声发于空, 耳水波山, 于思时也, 有果作烟, 磨目自身, 心心如血, 烟火一灼, 百宝尽室, 清烟闪闪, 飙若雪, 真云气以为霞, 阴牙而娇若, 使机以下地, 乃, 分如影巨眉, 跳之火中, 明毛法, 痛颇甜甜, 狂呼气劫, 转策章谎, 生, 图味觉, 书凉艳之藤高, 古心疯而遗血, 寄哀物之重胎, 遂生肖而行灭, 其牵命于遗顺, 指人事已长绝, 发冤气之熏薅, 何由分而障日, 当五儿, 弥方, 杨沙利之嫖疾, 依增败迅, 莫茶叹谢, 浮江而下, 至于海绝, 亦有美者善游, 操舟神, 死丧之威, 从井有人, 绚入渊, 并未波, 成, 又获则因无门, 投身极赖, 知岛水之利如, 由入险而思寂, 邪经已, 分事而终罪, 桃浊之虚于, 乃同归乎死地, 积哀愿于台, 成, 精爽而未立, 出寒以家, 目眷眷而有事, 知天属之府, 应血以淫, 自, 素强死之悲心, 口言而语意, 其焚包之, 慢患莫别, 还者独圈, 破者独绝, 积哀田窍, 晒指尸, 结, 接离守之残行, 聚谁鹤儿童血, 收然灰之一头, 辨粉于之白骨, 呼污, 哀赞, 且夫众生成化, 适于天长, 欺奴还之, 觉气请床, 以死为上, 用灯明, 堂儿臣, 四位国伤, 思也无名, 又非其命, 天乎何孤, 此冤恨, 游魂归, 居人心诀, 卖饭湖浮江, 江乌, 日堕天昏, 七七鬼雨, 守乎, 尊尊, 心其敏律, 唯写四肢相依, 上横哀而属, 或举足之波, 终无祥, 而无主, 悲夫, 从众有太, 太力有四, 强引强识, 逢其气, 上群游之, 而无畏妖碎, 人逢其胸也邪, 天其酷也邪, 夫何畏而至于此疾灾, 选字, 四不从贪, 本, 数学, 补移, 甘三十五十二月雨某日, 停泊在余真现境江面上的言传八生果, 灾, 共本毁船只一百三十艘, 烧死和淹死一千四百多人, 当时, 陈批转, 运出去的言, 由东使自泰州, 向西直达汉阳, 几乎便及半个中国, 而鱼, 真正是控二言传网的水调经, 这船只聚集, 为甘遮蔽天空, 岩浆, 远远望去, 隐隐约约晚成, 但却在一个晚上同归于尽, 死者都变, 成烧焦的肉浅, 平白遭受如此巨的火灾, 这能飞伤魔, 当时, 东将尽, 万物沉静, 惨东碎尾阴气凝固, 分外严寒, 黑色的, 云雾突然分拥而至, 夕阳早已昔下, 人们吃着晚饭, 席间还几鼓歌唱以为, 西, 死神步步破镜, 只会暗的脸色显示出胸罩, 天色刚净黄昏, 狂风起, 万千孔穴响起耳的呼啸, 江河水汹涌澎湃, 可怕的深想阵, 汗于旷野长空, 距像小山一样处水面, 正在这时, 发生火灾, 木船香火擦漆过, 纸星星点点点红如鞋, 大火一烧, 百石条边船一片赤焰, 青紫色的浓烟滚滚, 飞火之下的船雾酒, 像是用沸水浇灌的雪堆, 融化迅集, 火还将天上的鱼气蒸烤成红霞, 被阴的崖岸也被烘焦, 船之本事皆在一起下茅亭活, 婴儿童通烧鬼城, 美, 船民纷纷纷窜窜于火中, 火焰映照出他们的头发, 他们痛苦万, 狂, 呼喊直至身皮结, 或翻覆去, 惊慌失措, 可还未断气, 忽然, 鸣的火焰再次深腾起, 随着一阵新风吹过, 重又发出烧灼的细响, 即, 至烟灰成雾消散, 被烧的传名客子一起生肖机, 迁于人命, 在一瞬之间, 向人士勇绝, 这些驱死的鬼魂, 冤气和合住四溢的凶器, 遮掩日色, 将, 到第二天中午, 这股冤气就像乌尸方向一样四处飘荡, 以致飞沙走力, 被烧的碎衣片和破棉絮, 以及烧焦的木渣探泻, 漂浮江面而下, 至海, 绝, 也有一些会游泳的人, 他们平时操舟神, 如今冒着死亡的威胁, 下, 水去救人, 却被卷入水里, 同样丧身与命, 还有些遇难者逃生无, 被迫, 跳木极, 明知下水一定被淹死, 但还是冒险而稀求得救, 谁知波涛凶, 有, 是分, 这些人眼看快爬上岸, 最终还是沉下去, 他们逃脱被, 烧的厄运紧紧一刹那, 却仍然同样难免一死, 死难者心充满哀怨悲, 苦, 冤魂必定会化作厉鬼时时作祟, 十二天以后, 此尸飘浮出寒的江面, 他本人斜瞪着眼睛而明悟, 当知道自己的亲人平调为虎而至, 眼眶, 充满血水, 似乎在倾诉性遭难的内心悲伤, 即使能开口化, 却能解他们的遗愿, 此尸有的被烧的肢体权, 有的被烧的模糊轻, 有的尸体全躯, 有的尸体破损, 或者蹊跷冲着尘埃, 或者被折断的手指脱骨结, 可叹, 这些尸体纵圣怒观果, 也是残缺权的, 同一个木学之明性的冤诡句, 在一起, 即使收益很燃归, 也难以分辨是谁的白骨, 啊呀, 多么可悲哪, 人生在世, 能顺应自然归而死去, 那才是正常的, 比如妻子儿, 门寺周环, 在病床上断气, 又如因保卫国君而死, 虽身手处, 却能测, 公序得于名堂, 而成为国牺牲的事, 但这些遇难者, 却死的没有意义, 何? 况又非善终, 天哪, 这些人有何罪过, 非得遭受这样的恨死冤屈呢? 这, 些冤魂犹荡归, 活着的亲人, 多么悲痛欲绝, 他们捧着祭奠网魂的酒, 尸体正将洒, 但天昏地暗, 似闻鬼魂轻隐, 他们驻足将叛, 哀哭, 王, 难反, 心希望能在阴曹的 府同亲人相遇, 而那些死者的敌, 亲子侍相互搀扶着, 大放悲声, 在上随时可, 甚至有举足为此臣, 将者终于了无子无孙的悲惨结局, 多么可悲哪, 这么多人埋葬在一处, 坟墓日后将四季纳死而无后者的词语, 鬼魂啊, 敬吃一些, 喝一些吧, 凭着气味相投, 你们互相结合吧, 希望你们以群游之为众, 而要心腰, 作怪, 到底是人逢其凶呢, 亦或天有一失其酷呢, 为魔会发生这悲, 惨至极点的事故呢, 聂是美, 出关于必是狼间, 清红即, 自渡风, 而其朝发古板, 细数延迟, 因云必亏, 时云灵力, 自和以东, 与官内烧, 土逼向, 徒为入战, 原岸采, 宜披骨口之物, 渠戈哀怨, 皇山阳之敌, 日在西渝, 使战皇军重责病于运城西寺, 其宜观七尺, 整书满窃, 辅其淫岸, 则阿之一间尚存, 批其为, 则成东之小时寄去, 盖相如令沸, 今月而南全, 仓古偶心, 终而使回这也, 游富千吉, 己岸分批, 守能书, 画之已止, 此则杜鹃欲画, 游正哀音, 至鸟将亡, 既静语, 遗弃一世之物, 深厚知名者焉, 扶明公, 深则未淫薄患, 死则未絮衰轻, 发得音, 御子已疾, 一, 世之身, 御成忠实, 闻之者动容, 受之者碎, 既其犹带之魂, 感恩而息, 故, 反之兆, 贤酸而东止, 又旷功身尽妖, 尚有故人, 原伯虽王, 胡, 死又, 他日传功封义, 免其遗孤, 封滋似, 亦胜事也, 经锦上其诗及辅供四大策, 死君生平语及雅雾, 维持同常, 细未即曰, 语性早诗, 即经君定定, 必乖于之之去语, 其遗言, 未知朵, 经赶哲加诸末, 接封诵阁下, 即语数加殿史, 都有誓, 贡山定之, 及其所旧, 已有族传, 方夫古人, 无愧作者, 为岗草皆其手写, 别无副本, 子后尚望父其遗孤, 已为守则尔, 即十九日以底同观, 马上起, 宣, 选字, 四步从滩, 本, 红江诗文集, 自从过封度, 改成为骑马, 早晨从浦板出发, 傍晚在岩石住宿, 阴云遮日, 时已猛急, 从黄河以东进入山西地区, 与同观以内行事旧稍有, 同, 地势狭窄向街巷, 到尖险如走战道, 原野深险, 原野深险的暗淡凄凌, 好, 四蒙上一层遮住骨口的迷雾, 耳闻哀伤幽怨的歌谣, 恍惚听到引起向秀感, 凯的山阳一声, 太阳西城之际, 我才抵达玉晨曦四世皇军重则的官就, 看到他的妻, 此一关, 满切的书籍, 我按着他的书桌, 发现他写给阿姆的遗书还在, 听, 开仗, 那个从故乡带的侍童已进去, 他生前如同司马乡如幻梟可并, 长越难以痊愈, 又像仓谷苦淫偶心, 到终的时候才感到后悔, 还有那些经过他笑过的书籍, 散的堆放在书桌上, 到能动手书写, 的时候, 他还用手指在书上画着, 这阵向杜鹊死, 还在拼哀叫, 致苗, 将王, 还希望下强劲的翅膀, 这就是丢弃一身事业, 身后名声的人, 呀, 我想尊贵的大人, 您在黄仲泽生前为他出钱冤官, 死后还要周记他, 那衰的母亲, 您还表达有得长者之音, 要堪费他的遗住, 一个函室的, 身前身后, 能这样善始善终的关怀被制, 听到这种高尚为的人都会受感, 动, 而受到明恩则粘盖的人会刻骨铭心, 想归于泰山的精魂, 会向心, 眺望以表示感恩, 送一海返回普明金招展的, 饱含满腹心酸向东进, 发, 况且公圣事事时, 尚有故人探望, 张元博虽然亡护, 却有生死交情的, 朋友送病, 今后大家必定会传送您的高峰厚义, 并且免他的遗孤, 发, 扬这种风义而祭祀他, 这也是一件朽盛的事, 现在承上他所写的诗和福四大册, 他凭日语极速有交易, 但时常有通, 他曾经对我戏言, 躺我性早死, 以及经过你定定, 一定会违背我的志趣, 回向他的遗言, 静我山然下, 现在我赶草, 平平把原稿都封送阁下, 请您与树安时, 东友士共同删定定稿, 九, 以他的成就, 已经足以传世, 与古人相比, 作为一个树作者是毫无愧, 色的, 指示草稿都是他手写的, 别无副本, 勘客后希望付给他的遗辜, 作为先人移则永久, 即使九日以底同观, 再马上匆匆草旧这封信多, 国章, 游山记, 清运镜, 山巨巡洋彭离之会, 环三面接水也, 凡大山得水, 能离其带一档树, 之则, 而江湖之水, 吞土一旷与海水, 故并海珠山多壮律, 而山, 有余一之关, 嘉庆时有八三月景茅, 竟以视觉宫廷, 伯佐灵, 根, 心子, 阴, 网游烟, 逝日网白, 望武风, 过小三峡, 驻读对庭, 正要顿文会堂, 有桃一珠, 芳花, 又芭蕉一珠, 芳酌, 月初后, 寻冠道西, 吊台时, 绵长, 又转达后山, 松山千万位一横, 横武风之怒烟, 心寺游三峡见, 致欢喜庭, 庭废道显盛, 求是出访一指可, 得, 登寒婆, 大风笑无背, 游岁, 风之, 攀太以风, 东南望南昌城, 以望鹏则, 接隔湖, 湖光湛湛湾然, 寝知得如卷骑见义父寝知至 胡知中父寝知至胡软而山足皆隐 使之云知障自远至也 于是寺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城镇 起山后相持逐步空中是且云遂至 五风而下 窥玉约谈气气贤似 回望五风乃气日川 世相以赴 反夙于文会堂 人舞到万山寺引三奔石 为顶绣风似索及瀑布在天中 即即门英西占清御霞 墙地相丰灌于井 求太白书堂可得 反素秀风似 鬼魏网瞻于于道绕白鹤观 炫至四官右军墨石 西徐 墨醉石 十大鱼屋当箭水 图中仿简济观魏网 反素秀风似玉衣 为头驼 甲甲生 无血斜料雪 沙尼园 大笑排踏路 碎铜上黄眼 侧足余文书台 俯完瀑布下注尽其变 寇黄眼寺 此时寻瀑布园素 汉阳风尽绝而止 腹反素秀风似 雪网瞻于 亦为头驼网九江 试掩 大雨 在山中五日 已有小望瀑布 被位雨时 出山五所 至神谱望瀑布一鸣 山苍燕一色 眼骨如薛平 请知 香风下白鱼一起 遂团团相显 出父寝之 便山皆团团然 父寝之 则相予为意 山之妖皆眼之 其上 下人苍燕一色 生平所谓赌也 浮云者 水之针 山之所谢也 净故于 是有所 皆寂之 而云云独际 其鬼变族 以云性 疫情如释 以以后知好 是这边 选字 四部被调 本 大雨山房文稿 一文 山处于 山处于 寻阳江和佛阳湖交汇的地方 围绕着他的三面都是谁 凡事 大山得到水的衬托 能抵得住他的气势 让他涌荡 藤月 就称得上气所 中 而江和湖的水 吞吐浸出 平稳宽阔 与海水一样 所以靠海的山 大多显的雄壮深沉 而山具有轻易动人的景致 嘉庆十八三月十二日 我应有事渡过婆阳湖 搏船左离 十三日 船停靠在新子陷境 于是前去浏览 这一天前往白 眺望无风 穿过小三峡 停住于独队亭 打开锁 在文会堂止息 那有一棵桃树 桃花正开 又亮有一株芭蕉 蕉材刚刚抽出 月初以后 沿着灌道心 经过吊台时 绵场 转向又走到后山 成千上万棵松树和山 树像屋上的 横那样 横灌在五峰的山脚处 十四日 经由三峡建 登上欢喜亭 亭子已经残坏到非常危险 寻求是山房的遗址 没有能够找到 登上寒佛 大风在后南呼啸着 沿着通道吹 风停后 爬上太雨风 向东南方 遥望南昌城 斜远跳横 择线都隔着 柏阳湖 湖水清的闪烁着波光 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 地面就像 收卷席子那样 游远而竟见次一末 再过一会儿 暗影引移到湖面中央 再过一会儿 延伸到湖岸 然后山脚都看清 这才知道是云朵遮蔽 天空有远而 这时候四周围的山峰 都一派云气腾涌的样子 而大快 得浮云济骑 成群结队 从山后涌起 互相兵士追逐 布满空中 看样儿将掉下雨 这样就没到五峰 而改下山 观看御约坛 在七贤寺 小些 回头望五峰 紫夕阳透过云层的 空隙照射下 像是跟风软骨 相依靠着试的 回在文会堂住宿过夜 十五日走过万山寺 再三分时喝 秀峰寺海有一左右 九 望铺步悬挂在半空中间 等近寺门 于是朝西面沾望清绿霞 仔细的 观望相风 再紧洗手 徐求白的书糖 未能长 返回 再秀峰 寺内过夜 十日去瞻雨风 迂回渠道绕过白鹤关 随即到归宗寺 观赏 王羲值得陌持 在往西去 探访的桃渊明末最时 末最时比屋子还 高大 正对着箭水 途中寻访 简济关 但没有前去 返回 住宿在秀峰寺 寓意为投驼 十七日 吴雪带着 廖雪和小和尚园 大声喧笑着 推门直入 于是大家一起上黄炎峰 侧身扁着脚步 越过文书台 俯身欣赏 瀑布飞直 下 一直望到看为止 灯门求访黄炎寺 踩着十去探许瀑布的圆头 迎着汉阳峰向上 到通财亭下脚步 重又返回 宿于秀峰寺 五 雪去沾云峰 而意为投驼去九江 这天夜下起大雨 算在山中已经 五天 十八日 早晨望瀑布 比下雨之前大一倍 初山五左右 到神 瀑 望瀑布未清楚 山深沉沉的 一派浓郁的深青色 掩谷像用刀削 过一般品质 一会儿 相风下一百余鸟鸟鸟上身 于是成团的白云鸟 湘前接着出现 又一会儿 满山都团团的云朵 再一会儿 云团互相会 合成为一体 山的半腰都被云为封住 而山腰以上河以下 仍然是一色浓 重的生青 这是我生平所从未到过的 云是水的象征 是山的气外 蟹的结果 所以我对于这次游览 所经过的地方 都只大体上计数一下 而 唯独对于云 特地记下他像这样的变幻奇巧 足以愿人清醒 散和情心 以给以后的感兴趣者 十招 解南钢小传 清运静 解南钢明知瑞献学生 平胜能治身又喜于人物 人亦病 去常非孝之 信独善师 所居屋间 土圆皆腿以 石壁门 过者闻 苦迎生而已 会都学使者暗部 是其师至四等 非孝者义大华 南钢岁 茫茫三十一儿促 八十三 约 静于嘉庆十一字南昌回县 十二月甲虚硕 大风寒 月一日 以害早起自扫除 杜书遗策过余架 取世之 则南钢师也 有郎官未知 旭 旭言会辅 以直去既失未知如何 覆取世之 高岁不色 包运生 月 徐其居 则静在城南 而南钢以余朔日死已 南钢欲知穷呆言 故 以余知好事未悲观于南钢所及已 二 南钢能自通已死 必死后而使之 知 何以则居妙堂 雍辉结者知天下事也 古之人居下则自修而求有 文 居上则然恐是之之所 有以也夫 选字 四部被调本 大于山房文稿 一文 谢南钢明知 是瑞县县县学的生源 家很穷 能维持生计 有 喜欢和人顶撞 人们也远远的避开去 常常讥讽嘲笑他 身性唯独善常诗 哥 所住的地方只有几间旧屋子 用土齐的矮墙都看到 门耳经常观 这经过的人只听到他苦心淫湿的声音而已 正逢上朝廷派春的提督学证 巡查下属 对他的师大家点是 在第四等 那些基本嘲笑的人是一片 玄华 南钢婴儿默默无闻的成三十多而死去的八十三岁 平我在嘉庆十一从南昌回到瑞县 十二月初一刮大风 天气寒 过一天是初二日 我很早起床 自己打扫住处 有一本满事 重筑的书从架上掉下 起一看 原是南钢的诗作 有郎忠仪的官员 为他作序 序言尽是先成词调 我已经把书丢开在一旁 后又想到 知诗究竟做得怎样 又重新拿翻看 格调高框 风格无捉 色 包含着深长的意境 忙打听他的住址 原此远就在成 而 南钢婴在初一那天去世 南钢婴域的顺势用的 然而像我这 让一个贤多是初当个小官的 在南钢户籍所在的任职 已经难 刚能自我介绍你我相而后死 一定要到死以后我才知道他 这又怎 摩能够责备那些在朝中官居要职 或在一方执掌大权的人 天下的人 才呢 古时候的人处于下层时 就自我修养 求被人所知处于上层的 为时就忧心以 唯恐是子得其所 这是有缘故的哪 十招 闲情寄去 截选 亲父 与一同志时 能张目对日 明察秋毫 渺小为物 必戏查其文 故时有物外之趣 下文成 思你做群赫悟空 心之所向 则或千或百果 然赫也 昂首官之 相位之强 又闻于肃杖中 徐喷以烟 使其冲烟飞 明做青云白赫官 或如鹤立云端 亦然称坏 于土墙凹凸处 花台小草 从杂处 长蹲其身 始于台齐 定神细事 以从草位 以虫移未受 以土力凸者未秋 凹者未喝 神有其中 亦然自得 一日二重斗草间 观 知震浓 忽有庞然大物 拔山到树 而盖依瞎马也 舍一土而二重敬畏 所吞 于幼方出神 绝养然惊恐 神定捉瞎马 鞭食 驱之别愿 常思之 二重之斗 盖途坚从也 古语云 监禁 崇亦然焰 探此生涯 未秋影所哈 无俗呼阳曰 种恩 捉鸭开口哈之 避欲偶 避欲偶释手 鸭鞭其井 坐吞噬 今儿大哭 传为雨柄 此皆幼时贤情也 于扫木山中 简有鸭文可观之时 归于云商曰 用游灰叠宣周时余 白诗横取色云也 本山黄石虽无谱 亦用游灰 则黄白相间 凿痕痕彼 江河 云曰 则石之丸者导末 于灰痕处尘师生之 干过色痛也 乃如其言 用疑心遥长方痕 叠起一封 偏于左而突于右 背作横方文 如云石法 蝉眼凹凸 江石姬 须一角 用何种牵犯白平 十 上只鸟 俗乎云松 金银日乃成 至深秋 鸟蔓延满山 如藤枝 玄石壁 花胎正红色 白平亦透水大放 红白相间 神有其中 如灯彭倒 至之言下 与云品蹄 此处移涉水阁 此处移茅亭 此处移凿自曰 花水之间 此刻一居 此刻一吊 此刻一吊 此刻一跳 此刻一跳 胸中秋鹤 将移居者 然 此刻一吊 期待 梁行猫如真实 自掩耳朵 陈于驾寝 刻碎之 除探曰 即此笑 仅影 尚干造物 即焱 人景 有人办法 与章自春山 膳血松波或梅菊 供书 兼公铁饼 于寄居其家之萧爽已有伴 共舞传东向于居其三 惠名风雨 可以远眺 亭中木溪一株清香寥人 有有香地极幽静 一居时有 意图一遇并借其笑 人诚意欲能宝金 于是云秀玉姬福泽 诚意宜宫薪水 于素爱客小酌碧 云善废之通袍刮书鱼虾 亦经云首有意外味 同仁之于平每出帐头前 坐尽日序 云又好劫 地无欠诚且无拘束 嫌放纵 诸君子如上之宴自去炙 云则拔 拆枯酒动身色 美景放轻货 萧爽有四季谈官换身迁 公谢时事 八股时纹看牌直色 有饭 必拔九股经 有四曲 慷慨豪爽 风韵剑 鸡沉浸 无事 考队未会 每会八人 每人各携轻服二百 先研究 得第一者为主 靠官房别座 第二者未疼 云就做 云做卷子 各云藤处取指一条 盖用一章 主靠初五七言各一 客箱位线 构思准交头思雨 对旧后投入一辖 方许就做 个人交卷地 藤起霞 另一侧 转成主 靠 以度训思 十对中曲七言三 五言三 中曲第一者即为后 任主靠 第二者未疼 每人有曲者八千二十文 取一者免罚十文 过限者被拔 一场主靠的香前百文 一日可十场 机前千文 九姿 大畅语 唯云亦为官卷 准坐而构思 杨谷凡位于夫妇 写在花小影 神情却消 事业月色火加 引上本墙 别有幽致 新兰最后心八曰 补凡能为君且真 我能为花图影 于笑 曰 新兰 新兰取素指铺于墙 及旧影 又莫浓淡涂之 日间取世 虽成化 而花消疏 自有月下之去 云圣宝之 各有亭友 苏成有南园 圆二处 菜花 黄石 苦无酒 加小影 协和而往 对花 影 书无异味 或亦就静命引者 或亦看花归引者 终如对花热异味 快 众义未定 云笑曰 明日淡各书帐喉前 果自丹果 众笑曰 众趣 余问曰 清果自往乎 云曰 非也 妾室中卖魂 顿者 其单锅造无废 何故之而往 妾先烹调端枕 到一处再一下锅 九 余曰 酒菜故意 罚烹锯 云曰 嫌异沙罐去 以铁叉罐饼去齐锅 玄鱼造中 虾柴火煎 一呼 鱼鼓掌 撑闪 街头有报信者 卖混沌未宴 以百钱不齐单 约以明日午后 报信 扬允以 明日探花者至 余告已故 众贤探福 饭后同往 并待席殿 至 南园 则樱下团佐 先烹明 饮闭 饮闭 然后暖酒烹调 适时封和日便 帝皇 青山红袖 月千末 蝶峰飞 人 饮自嘴 继而 继而九摇俱熟 做得大嚼 丹者 果俗 与同意 尤人 知莫献为奇想 悲盘吉 各以陶然 或坐或卧 或歌或笑 红日将 腿 于思周 丹者即为 埋密主之 果腹而归 云问曰 今日之游乎 众曰 非夫人之吉祠 大笑而散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教典本 《福生记》 回向我同的时候 能够对着太阳张开眼睛 明察秋毫 道吉祥的 东西 必定细细去观察它的蚊 所以常常得到事物之外的趣味 夏日的 蚊子声音像明 我心把它比做成群的仙鹤在天空飞翔 心这么想 成千成百的蚊子果然变成仙鹤 我抬起头看 脖子都瘾 我又让蚊子 在帐子面 慢慢的吸口烟喷出 叫蚊子冲烟飞泥 当作青云中的白 鹤观看 果然就像鹤立云端一样 人宜然称坏 我又常在土墙凹凸的的 方或是花台小草丛砸的地方 蹲下身子 与花台一般高 定神仔细观察 以虫草作为树 以小虫和蚂蚁作为野兽 以土秃的作为山丘 凹的作 为山谷神由其中 宜然自得 有一天 道有个小虫在草斗 看的 正高兴的时候 忽然有个庞然大物 把山绕树 而远是一只虾 蛇 同一土 各小虫就被他吞进去 我既小 正看得出神 绝下的叫 起 定定神捉住这只虾马 鞭打石下驱逐去别的院子 既大回想这件事 各小虫之所以相斗 大概是徒坚从 古话坚 竟 虫大概也如此吧 小时爱干这些事 被蚯蚓哈气 无语叫阳雾 胃 肿的小出 拥桌指鸭子 撑开鸭嘴哈气 一失手 鸭子 摇着颈迫做出吞噬的样子 我惊骇大哭 一时传为笑柄 这都是同时候 的先情 我去山中扫墓 取有那种文好看的石子 回同云解商 宣 周时用油灰 别起放在白石盆 取他的色云 根本山的黄石虽然古朴 要是 也有油灰 放在白石盆 则黄白相间 腐凿痕 鸡犬 怎么办 云解 挑选值的石头 捣碎沉默 沉湿深在油灰沾接触 干燥后颜色可能香 通 照他的画 用疑心长方摇盆 疊起一封 左低右高 背做横方纹 仿泥云蝶石法 山是高低险峻 像江的石巾 空出一角 用河种籤 半白平 石上种植鸟 俗乎云松 晶莹几天方才告成 到深秋时节 鸟蔓延满山 像横那样悬化在石壁上 花开的红彤彤的 白平野出 水面盛开 红白相见 神由其中 像是登上横来仙党 安置在岩下 雨云解瓶蹄 这是一设置水阁 这是一箭茅亭 这是一凿字叫 花水之间 这可以居住 这可以垂吊 这可以眺望 二人 胸中的丘鹤 就像鹤江要柱上去一样 一天夜间 知包而抢食 从屋 岩摔下 盆雨架请鹤粉碎 我叹到 这点小金银 难道触犯上天之 记吗 人静下 有人办访 明章 自春山 善于画松波梅菊 公书 兼长篆客 我寄居在他家的消爽 已有伴 这座共有五船 朝东 我住三船 殷晴风雨 可以远眺 庭园有墓溪一株 清香逗人 有有香 帝集幽 井 宜居的时候 有一男徒和一幽 幽还带他的小儿 男徒 会做衣服 幽能保鸡 于是云姐秀 幽保鸡 男徒则做衣服 作为 日常备用 我像浩克 小米壁酒 云姐能做出花费多的菜肴 瓜 书鱼虾 一经云姐的手 有意想到的风味 朋友知道我穷 每每出点 酒前 我这座近日序 我又爱清洁 地无为尘 而且没有拘束 闲 放纵 朋友们向上的燕姿 自去自 云姐 总能愁挫酒前 动身色 美景 轻放过 肖爽上有四季 谈官换身千 公鼠十世 八股十文 打牌齿头 饭 这八九股经 有四曲 康海豪爽 风韵剑 鸡 沉浸 尝下 无事 座会考 对对子 每会八人 每人各带二百事前 先研究 的第一等 座主考 监督他人 第二名座藤 也有座位 其余的座举子 各余藤 处去只一条 盖好一章 主考初题五七言各一 客箱未限 只许占过 走构思 准交头接耳 对好后 投入一个匠内 方许就做 个人交卷完 B 藤开匠 另抄一侧 转成主考 杜绝迅思 十个对子 中取七言三 五言三 中取第一的 即为后任主考 第二位藤 每人有 取的罚前二十文 取的免罚十文 超出实现的加倍法 一场考下 主考的向前百文 一天可考十场 机前千文 酒前足够 云解佳 大 加工艺为官卷 准许就做构思 杨古凡为我夫妇画 改花小影 神情必消 当夜月色很佳 花影爬上 奋墙别 富小iyet 又O 有幽智 王星兰 酒厚 性至大家 普凡能为你写真 我能为花图 影 我笑道 花影能如人影吗 пол 心蓝取张白指 固在墙上 就着影 用墨浓淡涂抹 第二天再看 虽成化 但花消疏 自有月下之去 欲 解释如珍宝 个人都有庭友 苏晨有南园 园各处所 菜花黄的时候 苦于没有酒家小饮掉 世代酒合去 对花仪又疏无意味 有究竟找个酒家的 有看好花 回在雨的 但是终不对花热一味快事 大家预定 云姐笑道 云 天大家只需带好酒钱 我自能担火 大家笑道 好 众人走 我问道 你果真自己带去 云姐道 飞也 我看室内卖混沌的 但自锅造全都齐备 何故他前往 我先烹调齐枕 到那再一下锅 9 9 我 酒菜释放 但是缺少烹的器具 云姐 带 一只沙罐去 用铁插住罐笔 拿掉铁锅 把沙罐悬在灶中 家费果尖 家费果尖 是很芳花 我拍手好 街头有个信报的卖混沌味叶花摆 文前顾他的担子 约定明天午后 抱欣然答应 明天看花的人都 我 告诉他们这个办法 一致探服 午饭后出发 还带席店 到南园 选择 在樱下团坐 先煮吃 然后暖起酒热起菜 那天风和日 遍地黄 青山红袖 月千末 蝶风飞 人已自醉 酒酒暖菜热 坐 得大驕 挑混沌丹的人也俗 他一同饮酒 游人无羡慕我们想 得别致 吃得悲盘急 大家桃桃然的 或坐或卧 或歌或笑 红日将近 我想吃粥 挑担的就去买乳煮起 吃得饱饱的回 云姐问道 今日之 有乌 大家琴 是夫人之饭到晚 大笑而散 浅薄成 季彭明市 青梅层 于未懂文刻工作 静攒其奏役 其任安徽巡抚 奏准彭明开山市 圣 可静止以其事端 可静止以其事端 而土随其下 水患 故低田受之未灾 而伴月雨 高田游受其近盖 今以金府同其山 而以除黎疏其土 亦于未必 沙石随 沙石随 分住鹤剑中 皆田屋可住水 必至蛙田中乃至 吉蛙田结 而山 田之水无济者 是未开薄之土 而定有补之田 无税之拥 而即有税 知户也 于亦闻其而逝之 皆夫 害之能全也久 由前之 可以习事 由后之 可 亦保 无失其 而幼税如董公之所忧 则无盖未得其数也 故技 知已四夫席名士者 选自咸丰课本 博简三房全集 我为董文克先生 写技术其家事 和生平的文章 看他的全部奏译 他 在任安徽 被巡抚时 向皇帝上书奏请 批准彭户农民 开发山地的事情 非常者 大致一死事 和彭户农民 互相攻击的人 都沉溺于风水云信之 甚至有的用百五的山地 保护一口棺材的涂屑 违背免章制 荒废 山地收成 因此可以造此时 而彭户农民 能够再从山去 人饥渴 到达的地方 尽艰苦的洞 吃粗而无味的食物 开山 一般种植银鱼 云渴 汉地生长 的庄奖 用辅助到古和小米的族 没有鲜散的百姓 也没有获收成 的土地 在侧上非常有 可以静止 以免引起子 我看他的奏 亦认为是对的 等到我到宣承 问乡人关于彭户农民开山的事 都没有开过的 山 土石坚固 草和树长的茂密 府的树基聚己 可有二三寸厚 每到天雨 雨水从树上到府上 再从府到土石上 经过石缝一点 一滴下滴成为泉水 这种泉水往下比较缓慢 再加上水下去山土根 随着一起湿 水缓慢 所以地势低下的田地受到水 也会造成水灾 而半个月下雨 高处的田地还能受到 泉水的渗透和浇灌 现在用刀斧砍 进山上的草木 用橱铜和篱坝疏松山上的土 一场雨没有下完 沙河 山时随着一起下去 奔进入山谷西建中 都田淤积岂可以积水 最后到低凹的挖田中 才停止等到挖田干涸的时候 而山田的水也已没 有 这是未开垦长鱼骨的土地 而损害能生长时的田物 有 于纳赴税的贫固农 而削弱纳税的地主 我听他们的法认为也 是对的 可 和害能全也有已久 依从前一种法 可以致得出 事故 依从后一种法 可以保护农田的生产 如果既失去农田的意 而又至于向董公所担忧的 纳末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办法 所以记下 以等待熟悉百姓事物的人 孙菊源 由小盘骨寄 青梅层 将浮沉 其西包山而止 于长求小盘骨 至其地 土人或曰 吾佑 为大竹立天 多其 曲折广辖如一 探知可穷 闻犬生 乃及 父之 促人 首五斗笔请 礼寺 约归云堂 土田宽疏 居云以贵味叶 四放有 草尽盛围 难出之 乃罪大谷 四山皆大贵树 随山飞陀 其养大鱼 空想内住 请和的他意 寄聊无声 而耳听长满 游水积烟 进山路而止 游四至山 其中坑谷蛙 紧造淫恶之 或曰 于 避兵者 三十毛鞍 七十二团瓢 皆当其地 日且目 乃登山徐尘而归 明色夏季 月光不齐上 俯视万里魔荡 雨起伏浮波中 诸人皆约 此万竹必天处也 所谓小盘古 殆尽之 易 同游者 侯振廷救世 管军之 马军相班 欧申月安 帝琴 凡 人 选自咸丰课本 博简山房全集 江湖城 他的西面被山包围而止 我曾经去探访过小盘古 到那当地有的人却没有这地方 但万族必天 其很多曲折 广辖却相同 顺循求也到尽头 呼听的犬肺声 急忙赶去 忠 人 约摸走可以煮熟五斗米的时间 到仪寺院 教归云堂 土田宽书 居民已种贵树贵职业 寺旁有一条小小草径 向南一升 下垂大骨 寺 面山上都是大贵树 山檐牙青鞋 形象大拨两天 空想基柱其中 咳嗽 之声也能泻散 在寂寥如声中 耳边却常常听到嗡嗡嗡的声音 深谈中的积水一直灌注到山脚 从寺院朝走走到山 山中的坑谷凹凹凸凸像井灶那样高低 香坑 香坚 有人 铜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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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宁之盘 苏州之邓位 杭州之兮兮 皆产梅 或曰 梅以驱为美 直则无姿 以妻为美 正则无景 梅以书为美 密则无态 故也 此文人 画世 心知其意 未可明照大号 以神天下之梅也 又可以始天下之名 着直 山意 除正 以妖梅 令梅为业以求前也 梅之妻 知书 知躯 又非蠢蠢求前之名 能以其智位也 又以文人画世孤品之影 明告欲梅 这 着其正 养其旁条 山其密 妖其智之 除其直 恶其生气 以求众 驾 而将 这之梅皆病 文人画世之或之至此灾 与够三百盆 皆病者 无以完者 既弃之三日 乃世之 众之 舜 知 毁其藤 吸埋余的 解其宗父 以武为其 必复之全之 与本非闻 人画世 甘受够立 辟病梅之管已住之 乌乎 安得史 与多辖日 又多闲 天 以广驻江 杭州 苏州之病梅 穷与生之光 与梅也灾 选自中华书局 排印本 公字 征全集 南京的盘 苏州的邓卫山 杭州的西西 都产梅花 有人 梅 的枝干 以弯曲为美 直的就没有姿态 以横斜为美 正的就没有景观 以西书为美 密的就没有封治 像都是这样的 对这个 文人画世心 明白他的意思 却于公开宣布 大号召 用武恒天下的梅术 又能叫天下的百姓去砍掉职的 削除密的 除去证的 以使梅树早死 并残为职业赚钱 梅之的横斜 西书 弯曲 又是那些愚昧无知而止 想赚钱的人 能用他们的智慧做得到的 可有人将文人画世这种特 有的是好以忠 明白的告诉麦眉人 他们就砍掉端正的树干 养育他螃蟹 的枝条 减消密枝 使他的嫩枝早死 除去他的植枝 压抑他的生机 永 以求得高价 婴儿江苏 浙江的梅树都成病残 文人画世所造成的祸害境 燃到这样严重的成长 我买三百盆 都是病煤 没有一盆是完好的 我已为他们哭三天 于是发誓加以至 放开束缚 顺应他们的本性 毁掉栽种的盆 把他 门都埋众在地 解开本堡他们的宗神 准备礼物的期限 一定使他们 灰本性完整的生长 我本是文人画世 甘愿忍受辱骂 开设一个 并没管住藏这些并没 爱 怎样才能让我得到多空闲的时间 又有 多空闲的土地 用大的铸藏南京 杭州 苏州的并没 尽我一生的石 兼至梅朗 邓乔冰 给你分类 三谷 二八 二七 多明天 二七 三 二七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